第九百四十一章,怎么这么惨?老者神色陡然一领,道,你怎么知道修罗贝?我再问你话,如果你不如实回答。行语似笑非笑地说道,老子就把你扔到那黑洞里去。老者眼眸闪过一谋恐惧,当即说道,找了一年了。黑龙狐一地询问行语,道,那黑洞内有什么?让这老不死的怕成这样?嘿嘿,你可以去试试看。行语调侃地说道,那黑洞内有什么?行语也不知道。 不过图木查却知道,那里可是埋葬修罗贝的地方。虽然没有任何生灵,可单单那股修罗贱气,就足够让人痛得死去活来。除了你们汉家,是否还有其他家族寻找?行语询问老者。是。找到多少了?三十八块。还差多少?不算这一块,还剩下三块。放在了什么地方?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老者面色凝重地看向行语。他很纳闷,寻常人不可能知道修罗贝这个东西。 这家伙却知道。而且始终询问,关于修罗贝的事情。行语抬手拿出修罗剑,拍了拍老者的脸颊。笑道,认识这个东西吗?老者看了一眼修罗剑,有些狐疑,可片刻后猛然一惊。修?修罗剑?你们?你们怎么会有修罗剑? 还算实货。行语笑音音地收起修罗剑,说道,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对于修罗剑没有恶意。我的到来,只会帮你们,而不会害你们。你莫非得到了赫尔曼的传承?你猜猜看。老者深吸一口气,当即说道,修罗碑都存放在修罗殿。如果你想要得到,可以进入修罗殿。而外界人进入修罗殿的方法,只有从血兽斗场。行语点了点头,询问道,你是汉家什么人?换件修罗汉武业。 行语一惊,汉武业说道,怎么?不信?嗯,好歹是八大剑修罗之一,怎么这么惨?汉武业,其实不是汉武业垃圾,而是青红太强。武丹境巅峰的实力,别说汉武业八重修为,哪怕是九重面对青红也只有俯首称臣的资格。行语对着青红点了点头,青红放下了汉武业和汉重粮。你是怎么得到的,这修罗剑?汉武业当即询问道,行语似笑非笑, 说道,我没必要告诉你,你莫非是想要得到修罗剑?然后,统一修罗剑?我可没有那等实力。虽然我想,汉武业摇摇头道,为何? 莫非现如今的修罗店店主不好?他该死。汉武业眼眸闪过一抹狠了,道,我的三个儿子都死在了当年的混战之中。如果不是他,现如今他们的成就将比我还要高。说完,汉武业轻吐一口气,摇摇头,道,跟你说这些做什么?老糊涂了,我只是希望你如你所说,不伤害我修罗剑,更不将这修罗剑交给修罗店店主。 行语看着汉武业凝重的神色,嘴角轻扬一抹笑容,总算找到了一位反对者了。看到行语轻笑,汉武业狐疑,随后行语将自己来的目的和情况说了一遍。我会帮你们干掉它,让修罗剑统一,但不会掌控你们。事后会将修罗剑交给一个足够承担它的人。行语笑道,修罗剑两个月后将融入乱魔界,我想你应该清楚,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罢了。汉武业点了点头,看向行语说道,好。 我可以帮你。不过,前提是你先进入修罗店,成为修罗店的一份子。不然,一切都是浪费时间。 没问题,希望你也言而有信。 否则,行语笑眯眯地说道,我会在被修罗剑杀掉之前,干掉你和你汉家所有人。 汉武业眼瞳紧缩,当即点了点头。 当行语离去后,汉重梁低声询问汉武业,道,爷爷。 你确定,这家伙说得真的?那修罗剑不会假。我见过他。希望修罗剑能恢复往日安逸吧。 汉武业眼眸闪过一抹深邃,道,不过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善类。我们做两手准备。 是。离开了山谷后,行语等人继续搏杀血兽。 行语竭尽全力地想要突破五行境。 如果能达到五单境,一切都将进行得更加容易。然而却始终无法突破。让行语极其地淡疼。 一连十天过去,行语等人也得到了大量的血兽。 除了行语和顾浮成修为在五行境,其他人都在五单境,更有行应应和青红这两个五单境巅峰存在,速度进展得非常快。 又过去了十天,终于,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 换算一下,也足够每个人都得到进入血兽斗场的资格。 正当准备离去,忽然叶雪柔对着行语说道,有个宝贝。 你要不要?宝贝。 叶雪柔点了点头,当即带着行语等人朝着血域中央深处冲去。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行语等人虽然始终混迹在血域,却并没有进入中央深处。 因为那里不仅有数之不尽的血兽,更有七阶血兽。 那可是堪比五欲镜的存在。 虽然有两个五单境巅峰的最强王者,可面对媲美五欲镜的血兽,如果战斗,必将死路一条。 因此,始终都没有踏入中央深处。 然而现如今,叶雪柔却带着众人朝着深处走去。 所谓何意?你对这修罗界很熟悉对吗? 行语询问叶雪柔。 叶雪柔迟一片刻,传音给行语,道。 你可知道,我为何变得这么强? 你不是告诉我,你得到了上古传承吗? 是。而那上古传承之地的入口,有两个。 其中一个就在这里,血域深处。 叶雪柔说道,血域之所以出现,也全因为那传承之地。 其实,当年修罗界之所以爆发混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传承之地。 修罗界之所以建立在这里,也是因为它。 到底是什么传承? 行语眉头紧皱,询问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上古奇兽,九鹰。 什么? 九鹰? 那东西还没死? 第942章,九鹰奇兽。 九鹰,天界外加九界,一共只有十头。 每一个世界只诞生一只。 它的存在,只为了毁灭。 它诞生于天地初始,可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灵之一。 但因其数量缘故,导致根本无法繁衍。 因此,不能如巨龙、凤凰等天地奇兽数量众多,存在数万年之久,各种子孙不计其数。 所谓奇兽,指的就是天地诞生之初就存在,并且活下来的生灵。 它们的本领神秘莫测。 它们的力量近乎无穷大。 它们是人类先祖心目中的天。 九鹰是其中最强大者之一。 天界的那头唯一的九鹰,在行语刚刚踏入修炼之际,就已经达到天地之境,是天界最强者之一。 不过,它似乎无法突破传说中的神境,哪怕半神之境都做不到。 当行语踏足天地,它依旧停留原地。 行语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天界的九鹰已经被行语割杀。 只因为曾经在行语突破天地之境时,这九鹰竟然妄图要夺赦行语。 那时候的行语虽然是最强的时候,可也是最弱的时候。 一旦被夺赦,九鹰将代替行语存活下来。 如果不是行语曾经有所机遇,外加两柄帝兵,估计就被九鹰成功夺赦。 因此,行语突破后,第一时间格杀了九鹰,也是行语成为九弟之首的第一战。 只不过现如今行语想象一下,当时战斗九鹰时的场面,依旧是那么的害怕。 害怕? 只因为九鹰其兽,天生拥有九头,九命,掌握九种天地自然法则,并且无魂无魄。 同时爆发九种法则的他,让当时的行语不知道受了多少伤。 幸好行语成功杀掉了他。 然而事后偶然的一次机会,才知道,原来九界各自存在的一头九鹰,竟然也是他自己。 这让行语有些毛骨悚然,如果九界内的九鹰可以融为一体。 行语都有些无法想象,这混蛋如果报复自己,一定死定了,并且整个天界估计都要遭殃。 所以,行语当即下界,将九界内的九鹰一一找出,全部格杀。 只是让行语没想到的是,时隔这么多年,这九鹰竟然特么的还没有死。 还留有传承,所以行语才会这么激动。 那九鹰可是骑兽当中都十分异类的存在,仿佛和天地都有联系。 这让行语有些不安。 叶雪柔自然不清楚,行语竟然想了这么多,古怪地看了一眼行语,说道。 你果然听说过,快告诉我,你所知道的,关于九鹰的一切事情。 行语十分严肃地说道,行语等人都有些狐疑地看向神情大变的行语。 行语也不管其他人在想什么,直接让其他人先在这里等候,随后带着叶雪柔离开,寻了一处安静的山洞。 你似乎很紧张,叶雪柔也不惊慌,反而有些高兴,至少俩人单独在一起了。 哪怕不是因为其他,快告诉我。 叶雪柔点了点头,说道,九鹰的传承一共两个入口。 一个是这里,一个是在瞒荒域。 我曾经偶然一次进入,方才得到传承,九鹰死了吗? 行语急切地问道,可能死了,也可能没死。 啊哈!叶雪柔看了一眼行语,说道,九鹰有九个头,九条命你知道吧? 知道。 九鹰如果少一个头,就是死了一条命。 那你可知道,九个头都没了,会发生什么? 什么? 九头生,十头现? 什么? 行语差点蹦起来,瞪大了眼睛。 九鹰生出第十个头,饶式行语见多识广,博览群书都不知道这等隐秘。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我从他留下的影像中亲眼所见了,绝对是真的。 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叶雪柔捋了一下自己额前秀法,说道,他断掉的九个头再度生长的同时,第十个头出现。 但是,当第十个头出现后,其他九个头将再度消失。 所有力量都融入第十个头内,超脱再生,成为神。 你是说,九鹰成神了? 行语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也说不清楚,毕竟我只看到了他的影像和留下的声音。 是否成神,如风云神帝一般,还是另一种死亡? 谁知道。 叶雪柔说道,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肯定不在这片大陆。 行语轻松一口气,叶雪柔不相信,他可相信。 递境之后,就是神境啊。 那是行语努力千年之久的目标,然而到死都没有实现。 傲风云自称风云神帝,莫非成为神灵离开了? 行语忽然想到了关键性的问题。 如果他走了,行语不甘啊。 因为行语还没有杀掉他报仇。 至于成神就离开,是行语在天界古籍上看到的。 神灵的力量早已经超脱这片世界,需要前往神之国度。 而那神之国度是否存在,又或者,成神意味着另一种死亡,无人得知。 不对。 如果傲风云真成神离开,郑八方当年应该会提醒我才对。 行语想起当日见郑八方的情节,眼眸一眯,可以判断,他没有走。 回过神,行语看向叶雪柔,想了想,询问道,你得到的传承,是继承了九阴的力量。 还是,是继承了十个头的力量。 叶雪柔轻轻一笑,道,九阴最后留下的声音中,他自封十灵战神。 称自己不是九阴,而是十灵。 十个头的力量。 行语眉头紧皱,道,可我不曾见你使用十种不同属性啊。 我不想吓到你。 叶雪柔脸颊一红,低头说道, 吓到我。 这有什么的? 使展给我看看。 行语笑道,你确定? 叶雪柔狐疑地看了一眼行语,见行语点头后,当即深吸一口气,盘坐在地,闭上眼眸。 片刻后,叶雪柔忽然睁开眼眸,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让行语顿时心神异景。 迎着叶雪柔的目光,行语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雷! 叶雪柔应发一变,只见周身陡然腾起无尽雷电。 下一夕,在叶雪柔一旁,竟然再度出现一个叶雪柔。 只不过身着蓝色衣裙,周身弥漫着雷电。 风! 水! 实习过后,山洞内出现了九道叶雪柔,加上本体,一共十道叶雪柔。 每一道叶雪柔都掌控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道法奥义。 好! 一道悠远悠长的怒吼声,仿佛穿越时空席卷而来,一股苍茫古老的气息弥漫整个山洞,仿佛感受到了浩瀚岁月。 行语眼瞳紧缩,双目紧紧地定在了十个叶雪柔中央的那片空间。 只因为,九鹰出现。 第九百四十三章,禁地。 九鹰依旧如千年前一般模样,身躯庞大无边,仿佛接连天地。 暗黄色的猙獰灵片遍布全身,四龙四麒麟又宛如绝世妖魔。 令人心计。 只不过,它并非是九个头,而是十个头。 第十个头,生长在九头中央,头颅晶莹雪润,如水晶打磨而成,泛着乳白色光韵,透着无比玄傲的气息。 一双眼眸,泛着妖异的霞光。 充满高贵,神秘。 行鱼与之对视,忽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仿佛在仰望神底。 这就是第十个头吗? 十灵,好强。 行鱼眼眸闪过一抹深邃。 吼吼。 九鹰十个头,同时仰天怒吼,下一刻瞬间消散,化为十道流光,分别进入十个叶雪柔体内。 呵。 叶雪柔怒斥一声,应法一宁,顿时周身九道身影,同时进入体内。 轻松一口气,叶雪柔缓缓睁开眼眸。 厉害。 行鱼赞叹道,日后你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叶雪柔脸颊一红,道,我也是机缘巧合,不然我现在最多达到五辅境。 行鱼失笑,问道,你这九道身影战斗的时候,能不能动用? 暂时,不能。 叶雪柔摇摇头,道,修为没有达到五欲境,不能用。 说完,叶雪柔内心有些自责,对不起行鱼,我,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我,我只是不想因为修为和身份,让你我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行鱼点了点头,道,真期待你达到五欲境,释放石灵,那等威力绝对不同凡响。 嘿,记得到时候保护我啊。 哈哈。 行鱼正准备跟叶雪柔开开玩笑,忽然说道,这九个你,是各自为正,还是你始终掌控? 我可看过古节。 九鹰虽然无魂无魄,可九个头,也很有可能有九个思想。 叶雪柔内心有些感动,当即摇摇头,道,第十个头没有出现的时候,九个头各自为正。 但是第十个头出现后,化身石灵。 它就是一个整体,一切听从统一调动。 不然,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话。 那就好。 行鱼轻松一口气,随后想了想,说道,对了,你之前说,修罗界建立在这里, 就因为九鹰传承帝的入口在这里。 那修罗传承是怎么回事? 修罗传承,其实就是九鹰传承帝的守护者,修罗皇留下的传承。 叶雪柔说道,九鹰当年似乎得罪了一个天地间最强大的存在,叫什么刀剑天地,被他满世界追杀。 不得不东躲西藏,偶然一次机会来到了修罗皇的禁地。 那禁地是一处天地诞生时出现的险地,具体有什么作用? 我也不清楚,但可以屏蔽一切气息。 因此,他让修罗皇拜祭为师,守护者他才得以存活,蜕变。 修罗界的出现,修罗传承,就是这么来的。 行鱼苦笑,刀剑天地。 那不就是老子我吗? 没想到,他是这样才存活的。 真是好运气。 行鱼暗自摇摇头,随后说道,现在你突然带我们来到蓄域深处,莫非是要带我去那禁地? 叶雪柔点了点头,道,我带你去。 其实没有修罗剑,修罗碑一样可以获得传承。 如果你获得传承,我想应该可以突破五丹境了。 到时候,统一修罗界就容易了。 为什么你不早说? 行鱼狐疑地问道,禁地有守护者, 七阶血兽。 叶雪柔说道,刚刚我察觉到,七阶血兽刚刚觅食,陷入沉睡,因此,这是一个机会。 那现在就去吧。 行鱼当即说道,叶雪柔点头,当即和行鱼离开山洞。 期间叶雪柔告诉行鱼,不要将九阴的事情泄露出去,还有九阴传承之地所在地。 如果说出去,走漏风生,这里将会吸引无数强者。 如果仅仅如此,叶雪柔还不会紧张。 重要的是,那传承之地,进入外人后,会瞬间爆炸。 那威力,足够将数万里移为平地。 九阴不允许自己的传承之地,除了传承人之外的任何生灵,踏入他的地方。 行鱼自然答应,随后寻到了行鱼音等人,一路朝着血域深处进发。 大约前行了一天,终于停在了一处黑色峡谷外。 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吧,或者找个隐秘的地方。 我和行鱼进去。 叶雪柔看了看,当即说道。 行鱼音几人答应,而后行鱼音来到了行鱼面前,帮助行鱼整理一下衣服。 头发,犹如妻子一般。 最后亲了一下行鱼的额头,轻声说道。 我等你。 行鱼除了没有告知行鱼音九阴的消息,对于行鱼音没有隐瞒。 所以,行鱼音很担心行鱼能否挺过那修罗传承。 行鱼抱了抱行鱼音,刮了一下小穷鼻,笑道。 放心,等我出来,必将是武丹镜。 说完,和叶雪柔转身踏入峡谷之中。 青红眼眸一眯,嘴角微微一扬,笑得很神秘。 黑龙咧嘴一笑,道。 老大去玩命了。 老子也不能落后。 不然等他达到武丹镜,又特妙调打我了。 你们找地方休息吧。 有诗万里传音时联系。 我去杀血兽去。 说完转身离开。 行鱼音几人轻笑,而后离开在附近等待。 行鱼和叶雪柔踏入峡谷后,一直前行,最终来到了峡谷深处。 这里有一个山洞,漆黑而神秘,令人莫名的心境。 叶雪柔带着行鱼走入其中,左转右转,大概转了一个时辰。 就在行鱼都有些晕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一个黑色门户前。 门内就是修罗传承之地。 而这里已经算是九阴禁地,不过只属于边外,没什么事。 只是不可深境。 叶雪柔说道,因为特殊的阵法和这禁地的缘故, 所以可以直接来到这修罗传承之地。 拥有修罗杯和修罗剑,可以直接传送到门内。 进去吧。 希望你,圆满完成。 行鱼点了点头,不过并没有进去。 而后抬手抱了抱叶雪柔,松开后,轻声笑道,谢谢你。 雪柔? 说完,行鱼深吸一口气,转身推开门户,踏入其中,接受修罗传承。 而门前的叶雪柔神色有些呆滞,感受着刚刚那宽阔结实的胸膛,轻柔的声音,叶雪柔感觉前所未有的满足。 行鱼,你一定会做到的。 叶雪柔喃喃自语,眼眸中流露着深深的爱意。 然而就在此时,忽然叶雪柔眼眸一领,猛然转头看向了九阴禁地的深处,下一刻直接冲了进去。 因为他,听到了召唤。 第944章,修罗传承。 血色苍穹,日月同灰,星河横垫,天地寂寥。 遥望大地,山脉迭起,沙尘飞扬,无影无际,宛如尽头,接连天穹。 大!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只见行鱼穿过空间出现此处。 四处遥望,行鱼眼眸闪过一抹深邃。 踏入门户内,就已经开始接受,传承了吗? 毫无提示,还真是够无情呢。 行鱼嘴角一掀,邪魅一笑,道,不过,我喜欢。 轰轰轰。 行鱼千米外的大地凭空暴碎,一道道身影急速窜出,落在地上。 他们一共九人,身着统一的黑色战甲,手持统一的黑色长剑。 眼眸空洞,神情冷漠,如傀儡。 但透体散发出的杀气,足够将任何物质撕碎。 呦,这么快就来了。 行鱼覆手而立,火影天刀被召唤,化为九柄天刀,悬浮周身。 咻咻咻。 九人下一刻一起动了,疯狂冲向行鱼。 几个闪烁,九人来到行鱼面前,将行鱼包围,而后同时攻击。 还懂得合击之法。 不错不错。 行鱼嘴角一鸣,火影天刀被催动,刹那间演化刀乱天牢,直接封锁九人。 轰轰轰的交战声接连不断响彻行鱼周围。 行鱼一动不动,而九人却被九柄火影天刀打得接连倒退。 某一刻,行鱼意念一动,瞬间九柄火影天刀再度爆碎,化为十八柄天刀,直接将九人全部割杀。 行鱼正在狐疑这考验是什么鬼,下一刻就闭上了眼眸,硬法一动,只见一股股血色光线从死去的九人体那边射出,进入行鱼体内。 片刻后,行鱼睁开眼眸,嘴角微扬一抹笑容。 原来如此,这应该考验的是杀盗。 不过很不幸,杀盗我曾经可吸修过,对于我来说,这不算难哪。 因为是杀盗,所以行鱼可以直接吸收,领悟。 杀盗顾名思义,就是杀。 杀人,杀天杀地。 杀尽一切。 几乎每个舞者从修炼开始都接触杀盗。 但是,能够领悟杀盗者千不存一,就是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太容易了,所以领悟十分困难。 想要掌握杀盗,不是意味着你要杀多少人,那样很容易。 走火入魔,导致力气太重,成为了毫无心智的杀戮机器。 天有大道三千,各行其道。 每一种道法都不分正邪。 关键在于,能否领悟它的真正意义。 杀盗,行语的领悟就是,杀意。 想要杀一个人,杀意够强,够狠。 那么战斗时战斗力就会凭空增强。 那种旋而又旋的感觉,很奇妙。 当年行语的领悟,就是杀意。 无要杀天,哪怕天高到深,可无要杀,必定能杀。 杀意够强,杀气必强。 将无法不破。 咻咻咻咻。 大地破碎,再度出现身着黑色战甲,手持长剑的男子。 这一次不是九人,而是十八人。 二话不说,十八人同时攻杀向行语。 行语邪媚一笑,眼眸中杀意如泄洪奔腾的江水。 抬手紧握火影天刀,在十八人即将到面前的时候,猛然一刀怒斩。 吃! 刀芒如蟹月降落,那实质化的杀意如沧海,骇浪疯狂奔腾。 这只是刀剑神爵的第一事一刀残月,可是爆发出的威力却足够毁灭武丹镜一重黄街的存在。 轰的一声,十八人同时被轰碎。 行语意念一动,十八道血红光线进入体内,让行语沉醉在那道法中。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不断有男子出现,并且很有规律。 从开始的九人,十八人,二十七人,三十六人,一直到现在的一百八十人。 人数越来越多,不过行语依旧站在原地,没有丝毫移动。 并且,无论面对多少人,行语都是一刀怒斩。 一刀解决不了,那就两刀,三刀。 每一刀都是无可匹敌的最强武技,杀意惊鸿。 如果是往日,行语早就因为消耗巨大,精疲力尽。 然而现如今,行语每杀一人都会强大自己的杀盗领悟,让魔器远远不断贯穿全身。 丝毫感觉不到乏来。 三个时辰悄然度过,在行语面前堆积了数之不尽的人,鲜血流淌,染红了苍茫大地。 行语傲力在无尽尸体之中,手持燃血天刀,如一代沙神。 还有吗? 行语嘴角微明,冷峻的脸颊看上去邪魅而妖意。 哼! 一道血色光束从天而降,直接灌输行语体内。 行语闭目思索,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怪不得无名说,这修罗传承可以让我突破五丹镜。 原来会直接灌输力量。 行语深吸一口气,完全沉入了那无尽的力量之中。 不死体腐内,魔灵盘坐,无尽魔器流转周身,按照独特的轨迹运转,最终流入魔灵丹田的位置。 两久,血色光束消散,行语睁开眼眸。 力量还不够,如果能在魔灵丹田内形成魔丹,我就可以突破五丹镜了。 行语眼眸一寒。 如果魔丹成那五行之力和刀剑之力凝聚的行语,也将同时结丹,一起跨入五丹镜。 四处一望,行语发现苍茫大的消失,尸体也早已经消失。 在周围是一片汪洋血海。 穴道吗? 这修罗传承,还真是为我专门设的一样呢。 行语邪魅冷笑,下一刻血海奔腾,骇浪席卷,如怒鸡长空。 每一个海浪都足足有数百丈高。 行语在其面前,是那么的弱小。 咻咻咻咻咻。 无数道血色身影,从血海之中飞出,张牙舞爪。 争鸣嘶吼,仿佛要将行语撕碎。 血灵? 可笑。 行语收起火影天刀,直接冲向血灵。 哄。 一拳打出,血灵暴碎,血道运转。 无尽血道之力融入体内,进入魔灵体内。 哄哄哄。 接连不断地出拳,每一拳血灵臂亡,全部都化为最纯粹的血道之力,补充行语。 轰隆。 当所有血灵灭亡,海浪也降落,直接将行语淹没在血海。 行语并没有惊慌,快速运转血道,整个人沉浸在道法的玄妙之中。 吼吼吼。 血海内仿佛有无穷无尽的血灵,疯狂地要杀掉行语。 可是行语意念一动,直接调动血海内的血道之力,凝聚血色漩涡,每一个血灵都被吞噬,化为最纯粹的力量补充行语。 就这样,不知道过去了多久,行语感觉每一息,自身体魄都在被洗刷,被淬炼。 那澎湃如海的血气,让行语感觉,哪怕是有上股巨龙在面前,都可以一脚踏碎。 忽然行语眼眸一灵,只因为一股死亡气息笼罩周身,仿佛有无数把刀子朝着行语怒斩而来。 死亡之道吗?行语冷哼一声,直接运转起裁决武器。 裁决的两道武器被行语接连不断地使用,仿佛是在演练,可行语的死亡之道却在稳步提升。 自身气息也越来越强。 第945章 九英出现 第五个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仿佛永恒。行语陷入到那领悟的感觉中再也出不来。 某一刻,行语突兀地停止了手中动作,一双眼眸中流露着深邃和精芒。 我错了。这般领悟虽然会提高,可我会陷入接连不断的考验之中。 我忘记了何谓修罗?修罗,以杀正道,游走血腥之地,与死亡接吻,步步生死,阴阳为伴。 修罗,是杀戮,是途径天下的王者。 何为修罗?所过之处,天诛地灭。 但修罗亦是有血有肉的生灵。 哼! 一道剧烈轰鸣响彻耳畔,行语感觉眼前一黑,差点晕死过去。 当再度睁开眼眸的时候,行语发现自己处在一处山洞内。 山洞不大,方圆数百米。 中央有高台,骑上盘坐一位身着黑色战甲的男子。 在他身旁,一柄和修罗剑一模一样的剑,插在地上。 果然!果然! 行语轻松一口气,暗自庆幸。 行语可以肯定,刚刚自己哪儿也没有去。 始终都在山洞内。 而所经历的那一切似梦非梦,似幻非幻,应该就是修罗传承的考验。 恭喜你,通过修罗传承,一道浩大弹幕的声音回荡在山洞内。 修罗,杀戮的象征。 可不代表修罗是无情的杀戮机器。 心静,天崩不惊。 心明,万法皆物。 所谓考验,只是心罢了。 修罗剑爵近在眼前得知切记,心静,天崩不惊。 心明,万法皆物。 声音消失,行语眼眸闪过一抹深邃。 为何始终重复那句话? 行语不解,但也走到了男子面前。 他应该就是修罗皇吧? 没想到,武林洲还有达到五门径的存在。 只不过都不知道罢了。 行语摇摇头,对着男子微微躬身,表示尊敬。 随后盘坐在修罗剑面前。 咦?为什么这柄剑和我一样? 图木查给行语传音。 这才是真正的修罗剑呢。 行语轻笑一声,抬手紧握修罗剑, 刚要拔出。 忽然修罗剑爆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瞬间灌入行语体内。 来了!就是这股力量! 行语内心狂喜,当下快速运转不死魔精。 有了这股力量的灌输,自己将可以达到五丹镜。 源源不断的力量从修罗剑内进入体内, 在不死魔精的运转下,进入魔灵之内, 最终汇聚在丹田中。 感受着那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 行语十分兴奋。 魔灵稳定。 那五行和刀剑也突破吧。 行语嘴角微扬, 瞬间催动五行和刀剑行语, 开始凝聚五丹。 五丹, 需要自身澎湃的力量和五行完美地融合一起, 并且不断压缩而形成。 行语三个五丹同时凝聚, 需要极其恐怖的灵力和五行之力。 不过现如今有了修罗剑的灌输, 行语根本不用担心力量会消散。 就这样,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行语终于感受着魔灵内的五丹即将成功, 内心狂喜。 既然如此, 那加把力吧。 行语深吸一口气, 刚要有所动作, 忽然一道道狂笑声响彻耳畔。 行语猛然面色一变, 扑扑扑地狂吐鲜血。 那笑声蕴含了无尽毁灭之力, 让行语心神大乱。 体内的三道即将形成的五丹瞬间崩溃, 再度化为五行和无穷灵力, 消散体内。 同时间, 行语感觉, 体魄也受了重伤。 啊, 该死? 谁? 行语简直要疯了, 这特么哪个狗日的再瞎几把叫。 努力了这么久, 即将形成的五丹竟然瞬间崩溃, 放在谁身上都要疯了。 刀剑天帝, 你可还记得老夫? 声音传出, 行语猛然神色狂变。 这个声音, 行语再熟悉不过了。 九应? 哼, 一股狂暴的力量凭空出现在山洞, 降落在行语身上, 下一刻行语直接消失。 行语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眸, 因此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能感觉到自己被莫名地传颂了。 两久, 当行语感觉周身没有了任何力量的时候, 行语方才缓缓睁开眼眸。 这里是一处极其庞大的山洞, 称之为地下世界都不为过, 足足有数万里庞大。 只不过这里很空旷, 别无他物。 在山洞中央有一个百丈高台, 高台之上有着一座极其庞大的宝椅。 九应就在宝椅之上, 只不过九应并非千年前的模样, 而是十个头。 在宝椅一旁是叶雪柔。 看到行语出现, 叶雪柔顿时一脸焦急地冲了过来。 一把紧抱行语, 叶雪柔眼眸通红, 充满了怜惜。 行语,行语,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行语又狂吐几口鲜血, 神色苍白, 全身无力。 但行语对着叶雪柔摇摇头, 抬头看向九应, 行语沙哑地说道, 没想到你还存活在这世上。 哈哈, 我更没想到, 当年威震天剑, 九界称霸, 无敌的刀剑天地, 现如今这般狼狈。 九应狂笑, 那声音震天动地, 如天穷在轰鸣。 在行语一旁的叶雪柔, 神色一江, 看向行语, 充满了浓浓的震撼。 刀, 刀, 刀剑天地。 行语, 行语竟然是刀剑天地。 行语擦了擦嘴角鲜血, 深吸一口气, 亮呛着站起身, 冷冷地看向九应。 当年我不曾招惹你, 你却要夺舍我。 今日, 我不曾招惹你, 你却还伤我, 你还真是个忌吃不忌打的狗东西。 哈哈, 果然是你, 刀剑神诀, 嘿嘿, 也只有你, 面对如此局面, 还能嚣张。 毕竟你是刀剑天地啊。 哈哈, 九应狂笑, 下一刻石道光滑闪烁在周身, 紧接着九应消失, 在行语面前出现一道身影。 看不出是男士女, 周身始终笼罩石色光滑。 宛如传说中的神灵, 唯一能看清楚的, 就是一双泛着妖异光泽的眼眸, 透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碰, 九应抬手紧扣行语的脖梗, 高高举起, 让行语面色通红, 感觉脖子都要断了。 呦呦呦, 我的天地大人, 你怎么了? 反抗啊? 当年杀得我满世界逃窜, 现在怎么不杀了? 九应音冷冷的嘲讽声传出, 让行语感觉极大的耻辱。 这混蛋, 简直该死! 第946章, 求困。 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石色光滑, 瞬间攻击在九应身上, 让九应瞬间暴碎, 化为漫天光雨, 随后光雨飞上天空, 重新凝聚九应。 雪柔, 你在干什么? 九应大吼, 叶雪柔一把接住从天掉落下的行语, 抬手抚摸着行语的脸颊, 心疼地说道, 行语, 你, 你没事吧? 行语狂吐一口鲜血, 看向叶雪柔, 苦笑一声, 道, 你不怕吗? 怕? 怕什么? 为什么怕? 叶雪柔轻轻抚摸着行语, 温柔地说道, 我只知道你是行语, 不会害我。 哪怕你是刀剑天地, 是鬼是魔, 不是吗? 行语苦笑一声, 这小丫头的神经还真是强大, 知道自己是那刀剑天地, 依旧不怕。 这时, 九应出现在叶雪柔面前, 一掌拍向叶雪柔, 可是叶雪柔透体爆发出一股石色光滑, 直接震散九应。 九应再度凝聚, 站在不远处, 十分愤怒地说道, 叶雪柔, 你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我告诉你的我最大的仇人, 刀剑天地, 一个冷酷无情的大魔头, 害我数万年的计划, 请客间毁于一旦。 你答应我要帮我杀他, 你现在怎么做的? 你却帮他打我。 叶雪柔抬头看了一眼九应, 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说道, 我是答应过你, 杀掉那个冷酷无情, 没有人性的刀剑天地, 我叶雪柔说话向来说得出做得到, 然而, 杀的却不是刑宇, 我用性命担保, 他绝非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 你闭嘴! 九应冷哼一声, 一双妖异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狠辣。 看样子, 你似乎是喜欢他吧? 叶雪柔面色一僵, 下意识地低头, 而刚刚好和刑宇四目相对。 刑宇看着叶雪柔的眸子, 明白, 叶雪柔好像是喜欢自己。 既然如此, 那我满足你如何? 九应阴邪的笑声传出, 下一刻随手扔出一个令牌, 悬浮在刑宇叶雪柔上空。 叶雪柔面色一变, 刚要动手, 谁知令牌光滑大放, 直接化为一片光照, 将刑宇和叶雪柔囚困起来。 光照内只有方圆五十米, 不要妄图打破, 只是徒劳。 这令牌, 可是我专门为了刀剑天地准备的。 九应阴邪的笑声传出, 道, 我猜测, 它终究有一天会出现, 甚至灭掉我的传承, 所以留了一手。 你们放心, 这令牌不会杀了你们。 不过却会困住你们, 永远地囚困住你们, 刀剑天地。 很遗憾, 我无法亲手杀掉你, 因为我不在了, 只剩下这一缕残魂。 不过, 你现在这么垃圾, 哪怕是我本体在, 都不想杀你, 慢慢在这里等死吧。 叶雪柔, 我是那么地器重你, 欣赏你, 将我毕生所修都交给你。 然而, 你却跟我作对, 实在是让我失望。 不过, 我不想杀你, 因为你不能死。 我理解, 你们人类女人有些时候, 就是太过注重感情。 所以, 给你一个陪她的机会。 当她死了, 我想你的修为, 应该可以突破这令牌的稚固了。 我在那片国度等你, 我相信你会来的。 哈哈。 声音消散, 酒音也随之消散, 化为漫天光雨, 融入行语俩人上空的令牌之上。 行语抬头看向令牌, 苦涩一笑, 道, 对不起, 你原本可以离开的, 更让你师父记恨你了。 叶雪柔摇摇头, 低声说道, 应该是我对你说对不起才是。 对不起, 何谈对不起, 我的修为, 其实已经达到了五欲境, 而且, 我是石灵教教主, 我不该骗你。 行语一愣, 没想到, 没想到叶雪柔竟然是石灵教教主, 为什么骗我? 我。 行语失笑一声, 道, 没事, 我不怪你, 我想你有你的难处吧。 没有。 叶雪柔当即急切地说道, 我, 我不是故意隐瞒的, 我早就想告诉你, 告诉你我的所有事情, 可是, 我怕, 怕你因此而自卑, 而想不开。 你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可是我知道, 你也是心高气傲的人。 所以, 而且, 我不想因为修为, 身份, 让你我产生差距, 让你我, 连朋友都做不成。 更谈和, 行语一愣, 内心有些感动。 没想到这个时候了, 叶雪柔还能说出这番话。 这让行语, 丝毫没有因为叶雪柔的隐瞒而不舒服。 叶雪柔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自己啊。 她喜欢自己, 喜欢的, 是那么的卑微。 虽然没有说, 可是行语明白。 对于她的话, 行语百分百相信。 否则, 无欲尽修为的她, 在武行尽修为的行语面前, 怎么会这副小女人姿态。 这般的急切, 交集。 看着交集的叶雪柔, 行语忽然一笑, 轻声说道, 忽然发现, 你挺可爱。 你……, 叶雪柔脸颊一红, 低头不敢看行语, 可是嘴角却微微一现, 笑得是那么的甜蜜。 行语失笑, 摇摇头, 但是这个时候, 却没有心思琢磨这些。 没想到, 我会落到这不甜蜜。 可笑啊。 行语仰望半空中的令牌, 苦笑一声。 对于九阴的实力, 行语比谁都清楚, 也相信, 她特意用来对付自己的光照, 会有多强。 行语想要修炼, 突破五单镜, 可身体重伤, 暂时想要五单凝聚, 是不可能了。 自己还有乌灵炎没有救, 还有母亲没有找到, 还有傲风云落影没有杀, 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做, 却被囚困在了这里。 行语感觉, 自己是那么的窝囊, 那么的废物。 其实, 我有办法。 叶雪柔迟一片刻, 低声说道。 行语猛然一惊, 当即说道, 什么? 这光照, 是用来对付刀剑天地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 会全面克制刀剑天地的一切能力? 如果换其他能力呢? 叶雪柔说道, 既然师父他说, 我一定会走出去, 那我一定能出去。 虽然和他接触的不多, 可他说话还是有谱的。 行语猛然回过神, 道, 对对, 一定是这样, 一定会有办法。 行语暗骂自己愚蠢, 竟然被九阴三言两句, 给骗得钻了牛角尖。 真是该死。 堂堂刀剑天地, 不应该冷静睿智吗? 怎么会这么愚笨呢? 叶雪柔笑盈盈地看向行语, 调侃道。 行语一愣, 苦笑一声, 道, 原来你还会笑, 还会说笑话。 第947章, 我有办法解决。 叶雪柔脸颊一红, 涂了涂可爱的舌头。 行语笑着摇摇头, 而后深吸一口气, 盘坐在地, 开始恢复体魄。 自己堂堂刀剑天地, 怎么会被一缕残魂囚困在此? 然而片刻后, 行语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叶雪柔一惊, 当即抱起行语, 将行语放到自己腿上。 行语, 你, 你怎么回事? 叶雪柔擦了擦行语嘴角的鲜血, 神色紧张地问道。 行语也谋闪过一抹怨毒, 那该死的九鹰, 果然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这空间内的灵力, 充斥着十种他掌控的道法力量, 没有任何多余的力量。 然而我吸收, 就必须要全部吸收十种力量, 否则就会在我体内产生爆炸。 怪不得要求困我致死, 你却能活着呀。 哪怕是我有五丹, 都不可能服用。 哪怕拥有曾经修为, 都突破不出去。 真是该死。 行语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家伙真狠。 叶雪柔略微感受一下, 面色一僵。 他也没有想到, 九鹰如此阴险, 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 行语神色阴沉, 不断思索解决的办法, 可是却没有丝毫头绪。 这十种道法力量, 行语能吸收的只有五行之力, 其余五种都无法吞噬。 如果有刀剑之力, 行语也不怕。 魔器可以从不朽镇天柱内掉去, 然而却没有。 阵法啊! 忽然行语灵机一动, 如果有转换力量的阵法, 也许可以尝试。 立刻搜索脑海中的天风阵屠戮, 然而一刻钟, 行语面色越发阴沉。 倒是有转换力量的阵法, 可他无法稀修不说, 小白更告诉行语, 这方天地, 阵法根本布置不出来。 十种力量是一种平衡, 打破凭空, 就是会瞬间暴动。 所造成的爆炸性伤害, 足够将行语插那间毁灭。 其实, 我有一种办法。 叶雪柔脸颊一红, 低头说道。 行语一惊, 当即说道, 什么办法? 叶雪柔看了一眼行语, 有些羞涩地低头说道, 是, 是, 什么? 行语有些无奈, 支支吾吾地做什么? 倒是说, 你干什么? 行语错愕地看向叶雪柔, 因为叶雪柔忽然调动 方圆五十米内的十种力量, 直接将行语学道封锁, 提腐禁锢, 一点力量施展不出来。 如果叶雪柔是五单镜, 行语有自信正脱开来, 可是叶雪柔是五欲镜, 叶雪柔没有理会行语, 而是扶着行语躺在了地上。 蹲下身, 叶雪柔抚摸着行语的脸颊, 低声说道,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脱困于此, 更可以助你突破五单镜。 但是, 请你不要怪我。 行语有些猛逼, 怪你, 能脱困, 更可以助自己突破五单镜。 为什么要怪你? 刚要说话, 忽然行语就傻眼了, 只因为叶雪柔竟然缓缓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只见叶雪柔的手轻轻拉开了外山的袋子, 飘逸的衣衫轻轻飘落, 露出了里面雪白的中衣, 单薄的中衣勾勒出玲珑有致的身形。 片刻后, 叶雪柔身无寸缕, 只剩下一具完美无瑕的动体暴露在空气中。 那绝美的身姿, 让行语都差点把持不住。 你, 你这是做什么? 行语猛然闭上眼眸说道, 叶雪柔上前一步的脚步声响起, 让行语呼吸一致, 不由得想要后退, 可是身体却不能动。 今夜, 我将自己给你。 叶雪柔脸颊一红, 声音微微颤抖, 可步子却坚定地朝着行语迈了过来。 你, 行语刚要说话, 叶雪柔已经来到了行语面前, 直接亲上行语。 行语连忙摇头, 拒绝, 更是一不小心, 直接一头撞向了叶雪柔的额头。 对不起, 我。 行语一脸焦急, 刚要睁开眼眸, 可又想起叶雪柔身无寸缕, 当即又闭上。 叶雪柔动作一僵, 低头看向行语, 嘴角一鸣, 好齿紧咬粉嫩的红唇, 眼眶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充满了委屈和心痛。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贱? 行语当即焦急地说道, 没有, 我只是, 无法理解。 你这是做什么? 不是想办法吗? 想要离开这里, 我至少需要达到极限尊主。 那样, 我控制这里的力量, 才有可能破开令牌。 而最快的速度达到此境, 需要破开体内的力量封印。 叶雪柔好齿, 紧咬红唇, 嗓音有些沙哑, 尖色地说道, 而最快破开封印的办法就是, 阴阳结合。 不行, 绝对不行。 行语想也没想地直接拒绝, 他堂堂天地, 怎么能用一个女人清白身子, 来换取离开的机会。 哪怕是困死在这里, 也绝对不行。 对于叶雪柔, 行语充满了感激。 终于明白, 刚刚叶雪柔, 为什么欲言又止了。 终于明白他, 为什么要将自己困住了。 他一个女孩为了自己, 抛弃针操。 能做到这一步, 可见, 他是多么地爱自己。 可是, 行语绝对不能为了活下去。 二, 你说的不算。 叶雪柔深吸一口气, 语气充满了决绝。 为了你, 我死都不怕。 何况, 将身子交给你。 叶雪柔内心喃喃自语, 除了你, 我也不会给任何人。 希望你, 别怪我。 接着, 行语身体猛然一将, 只见一股无形之力, 直接将行语四肢分开, 按在地上。 地面剥夺, 泥土翻滚, 直接化为锁链, 将手腕脚踝锁住。 叶雪柔手一挥, 一股无形之力, 直接撕碎行语全身衣衫。 行语想要说话, 却忽然发现, 说不出声。 想要给叶雪柔传音, 叶雪柔直接精神屏蔽。 下一期, 行语感受到胸口一片柔软, 嘴唇上多了一抹温软, 以及凉意。 微微感受一下, 行语面色一僵。 那是, 眼泪。 行语相信, 叶雪柔并非是那种, 随随便便将自己交出去的人。 可是, 今日为了自己, 他宁愿抛下一切, 甘愿抛下一切顾虑。 他不知道, 内心中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还有可能来自自己的鄙夷和瞧不起。 但是他不在乎, 只是因为他喜欢自己。 谢谢你, 我行语对天启示, 我今生自当对你不离不弃。 行语内心坚定地说道, 同时缓缓迎合着叶雪柔, 并且用口型告诉叶雪柔。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让你受委屈了。 叶雪柔面色一僵, 泪水再度夺框而出。 险些哭出声。 行语能理解, 他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第948章 突破五单镜。 镜地, 山洞, 令牌光照下, 两道身影于斑驳的石色光滑中纠缠, 让寂寥的山洞出现一丝温馨。 不知道过去多久, 俩道身影方才缓缓停下, 躺在地上。 空间内, 只剩下喘息声和一股股静风之音。 光照内, 叶雪柔无力地躺在地上, 身无私缕, 只有一件单薄的衣衫, 轻微遮体。 绝美的洞体, 泛着奶白色的光泽, 看上去是那么的诱人。 粉嫩欲滴的脸颊, 带着疼痛和高兴的神色。 估计除了她, 无人得知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真是个牲口。 叶雪柔明亮的眸子, 泛着泪光, 看向一侧盘坐修炼的行语。 浩尺轻咬红唇, 擒着一抹满足的笑容。 关于行语刀剑天地的这件事情, 行语已经告诉她, 更为她讲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事情。 只不过并没有说借助魔观重生, 而是转世轮回。 虽然她为行语做了这么大的付出, 行语无条件地相信她, 可是魔观重生实在太诡异, 行语选择性地保留。 日后有机会再说, 对于行语, 叶雪柔的态度很明确, 无论是否刀剑天地, 只要喜欢自己, 一切足够。 而此时的行语, 神色凝重, 源源不断地引导光照内的力量, 疯狂进入体内。 原本是无法吸收的, 可在叶雪柔的压制下, 行语可以肆无忌惮地吸收。 现如今的叶雪柔, 早已经达到了极限尊主的境界, 完全可以破开令牌的禁锢。 可是她没有, 不是她不想, 而是浑身没有力气。 饶而以身为代价, 一定要突破。 某一刻, 行语内心低吼, 疯狂地运转不死魔精, 压缩魔灵内的力量, 形成魔丹。 至于五行, 刀剑行语并不担心。 这两股力量, 行语曾经就已经掌握, 现如今从来一变, 也很容易。 最重要的就是魔丹。 魔丹的形成和寻常五丹不同, 运转的方法也完全按照不死魔精内的方法。 说起来容易, 可做起来也极其的困难和复杂。 不仅需要调控不死血的力量, 还需要有不死火的力量, 行语稀修的穴道, 湿道, 死亡之道, 等诸多魔道的力量都需要全部融入其中。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体内传出轰的一声沉闷巨响, 终于在魔灵丹田位置, 形成了一颗魔丹。 魔丹只有拇指大小, 可却通体晶莹, 犯着邪义的黑色光泽。 魔丹自转, 每三周后都会蒸腾起黑色雾矮。 一道道特殊纹路遍布魔丹之上, 让魔丹看上去越发的玄妙非凡。 黄品一文? 我靠! 怎么可能? 行语看到魔丹,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武丹境王者凝聚的武丹共分黄品、 清品、 紫品、 精品。 每一品都各有三文。 达到几文, 修为境界就很有可能止步于几重。 如黄品三文, 那就很有可能止步于武丹境三重。 终身无法突破。 黄品一文将止步于武丹境一重。 至于精品十二文, 只要武者不死, 那么一定有机会突破武丹境。 但, 世事无绝对。 武丹的形成, 是根据之前五行境的力量做的决定。 而想要突破到五欲境, 也需要根据武丹境拥有的力量做决定。 有些人只有黄品一文, 可依旧突破层层阻碍, 达到五欲境。 没道理啊! 我五行境掌控的力量远超所有武者。 而且是以不死魔精所凝聚。 竟然特么的凝聚黄品一文。 行语差点发狂, 不过行语没有时间了。 只因为五行行语和刀剑行语同时突破, 凝聚出了五行五丹和刀剑五丹。 而让行语吐血的事, 竟然也是黄品一文。 我靠! 莫非哪出错了? 行语有些猛逼。 行语之所以能迅速恢复伤势, 并且做出突破, 是因为和叶雪柔结合。 叶雪柔可是极限尊主, 相当于五欲经六重。 要知道男女舞者之间结合, 除了两人所修之法相克, 如火和水, 光明与黑暗, 都是会促进彼此修为提高的。 行语俩人也是如此。 结合时, 行语就感觉到了一股股无穷的力量 从叶雪柔身上涌入体内。 不仅全面治愈了伤势, 更让生命物团达到了绿色, 不死穴突破两个, 精神力达到四层巅峰, 修为也恢复巅峰。 简直全面提升。 也因此, 当俩人完事之后, 行语迅速借助这股无穷的力量突破。 可没想到, 凝聚出三个黄品一文武丹。 就在此时, 令牌光照的上空, 一股浩瀚神圣的气息弥漫开来。 叶雪柔见此, 当即紧咬牙关, 勉强坐起, 意念一动, 催动光照内的力量, 瞬间破碎令牌。 当令牌破碎, 叶雪柔吐出一口鲜血, 无力地软倒在地。 天空上, 猛然出现一团五彩祥云, 瞬间暴射一道五彩光柱, 进入行语体内。 天地精气。 行语身躯一江, 忍不住有些陶醉。 这天地精气, 可以说是天地给予达到武丹靖王者的一种奖励。 不仅可以息骨乏身, 更可以让武丹靖王者去领悟天地奥义。 奥义, 是武丹靖所必修的, 如武行靖, 习修真义。 奥义分为初等奥义, 中等奥义, 高等奥义, 武丹靖的奥义又分为小城, 大城, 圆满。 和真义所不同的是, 想要奥义提高, 难如登天。 如火之奥义, 包罗万象, 如火之温度, 火之灼烧, 火之暴等等, 这都算出初等奥义。 只有将初等奥义全部掌控, 融合, 方才能够触摸到领悟中等奥义的机会, 领悟火到深一层次的奥秘。 有些人一辈子都很有可能卡在突破等级奥义上。 武丹靖的提高与奥义息息相关, 没有达到一定境界, 无法突破。 同时, 武丹靖突破还需要丹叶。 如无法突破等级奥义时, 就需要丹叶, 借此机会突破。 如大量服用丹叶, 也可以作为突破所用。 就在此时, 行语沉浸天地精气灌输的时候, 天空再度波动, 出现一朵白色云朵, 释放着灵力的刀剑之气。 哼, 刀剑云降下天地精气, 让行语差点一口血喷出。 一个武丹, 降下一次天地精气。 我三个, 妈的, 绝对是史无前例了。 天地精气洗刷, 可以让体魄魂弓全方面提高。 可如果提高过头, 就容易死人了。 幸好和叶雪柔的结合, 让行语的不死穴又开启两道。 体魄足够强悍, 此时能够完全扛住。 大量的精气充斥在体内, 如泄洪奔腾的浆流滚滚而动。 骨骼, 血肉, 经脉, 不死血都在疯狂吞噬, 这最纯正的天地精气。 忽然, 天空再度轰鸣, 引有雷电闪烁, 只见一道漆黑的云朵悄然出现。 什么? 同时, 三道天地精气灌输, 一旁的叶雪柔都要吓傻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哪怕它十种天地奥义同修, 也只是降下了两次天地精气。 并且还是九英帮忙, 否则只有一次。 而行语竟然三次? 这简直是史无前例。 第949章, 换血。 噗痴。 三道天地精气同时加深, 让行语再也扛不住, 身躯再接连不断颤抖。 最让行语无语的是, 这天地精气似乎没完了。 天地精气降临, 与武丹品皆有关。 如果是黄品一文武丹, 天地精气最多只有十息时间。 哪怕是精品十二文武丹, 最多只有一百息。 可是行语区区黄品一文武丹, 竟然释放了这么久的天地精气。 行语估算了一下, 足足有一刻钟吗? 如果此时的行语被外人看到, 一定震惊了下巴。 气吐了血。 老子们求天地精气多降一会儿都不行, 这特么还不停了? 将不讲点道理。 扑痴。 行语坚持了不到午夕时间, 又狂吐一口鲜血, 整个人痛得嘶哑咧嘴。 行语能感受到此时的突破已经接近饱和, 哪怕是不死血都不再吸收天地精气了。 原本以为可以吸收后直接突破, 然后继续吸收, 可以将这强大的天地精气抵消掉, 更可以不断突破不死穴。 谁知道不吸收了。 这让行语气得脑瓜糖。 就在此时, 忽然行语感觉自己的那颗黑色魔星, 前所未有的波动。 那急速跳动的声音, 让行语都怀疑, 会不会直接蹦出来。 毕竟这可不是自己的心脏啊。 哼, 不死体腐内, 不朽震天柱同时颤动, 释放一股股魔气充斥在不死体腐之中, 而后流出进入体内。 我靠, 能不能不要闹? 行语差点气死。 这个时候, 体魄已经被大量精气充斥, 都要扛不住了。 这不朽震天柱竟然还自主释放魔气。 这一刻, 行语知道, 这该死的不朽震天柱绝对没有灵性, 否则不会如此没脑子的, 要弄死自己。 噗哧噗哧, 行语的肌肤一瞬间全部崩碎, 喷出一道道鲜血。 那种鲜血流逝的感觉, 让行语仿佛看到了死亡的来临。 行语, 叶雪柔当即惊呼, 想要忍着剧痛冲过来, 可是下一刻震惊了。 只见行语转眼间瘦的只剩下皮包骨, 仿佛体内鲜血一瞬间全部流逝。 然而紧接着一股股漆黑色的光束 从心脏位置蹦践而出, 融入全身各种将行语整个包裹。 肉眼可见, 那干瘪的肌肉中流动着一股股淡黑色的液体。 液体所过之处, 肌肉恢复饱满, 仿佛越发结实, 皮肤逐渐生长, 包裹肌肉。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 叶雪柔不知道, 而行语却很清楚, 那流动的黑色液体就是不死血。 此时的行语感受最深。 不死血从不死血内流出, 先是进入魔星, 而后顺着血脉流转全身。 明明量没有变, 可不死血却浓郁了许多。 全身不断分散, 竟然代替了刚刚流出的所有鲜血。 这是在换血。 行语眼眸一灵。 可是为什么要换血? 行语想不通, 所以也没有去想。 因为行语想了也无用, 根本无法改变现状。 行语此时就犹如看客。 不死血流动全身时, 三道天地精气依旧在释放。 不过行语没有感受到任何膨胀的感觉, 只有难以释怀的舒适感。 仔细查看一番, 行语得知, 那澎湃的天地精气都随着不死血流转的同时, 进入了魔星之中。 意念一动, 行语进入魔关空间。 只见那中央的不死魔关开了一个口, 一切流动的天地精气都进入了其中。 竟然在吸收天地精气? 莫非其内真的葬了一个什么东西? 行语狐疑。 要知道很多死尸, 古诗都非常喜欢这天地精气。 因为这是天地间最纯正的力量, 不仅可以让古诗强大体魄, 增强生机, 甚至有可能再度成人。 想到这里, 行语就有些毛骨悚然。 当下行语就准备去关口看看, 可却发现, 根本无法前进。 看了一眼不死魔关上盘旋的黑蛋, 行语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这货, 竟然也在吸收天地精气。 行语尝试地叫了他几声, 可却没有丝毫回应。 见此, 行语也就无奈了。 只好等待。 时间直接度过了五天, 五天时间, 行语始终都在接受天地精气灌输。 如果这一幕让外界人知道, 必将震惊久见, 外加天界。 行语的印象中, 哪怕是天界, 都没有人能做到。 在武丹静的时候, 接受天地精气, 长达五天。 第五天的时间也悄然度过。 就在行语以为又要继续的时候, 天地精气消失了。 行语轻松一口气, 妈的, 终于消失了。 刚要回过神, 行语忽然狂吐一口鲜血, 直接晕了过去。 只因为不死魔官瞬间爆射出一道浓郁的天地精气光柱, 直接透过魔星, 进入不死体府内的不朽镇天柱之中。 不朽镇天柱瞬间震动, 那道剧烈声音响彻体内, 直接将行语震晕了过去。 在一旁修炼的叶雪柔猛然一惊, 当即一把紧抱住了身无寸缕的行语, 连声询问, 可行语都没有反应。 叶雪柔准备催动灵力让行语恢复, 可行语体内瞬间喷勃出一股浑厚的魔力, 直接把叶雪柔震飞。 好强大的力量。 这, 到底是什么力量? 叶雪柔面色有些凝重。 五天时间, 他早已经恢复。 这股力量竟然可以将他这个极限尊主震飞, 实在是让他震惊。 无法帮助行语的叶雪柔, 当下知道守护在身边。 所幸这里是禁地, 并且够隐秘, 没有任何生灵, 不用担心有危险。 行语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梦。 梦中, 一道道难难如念经般的声音不断回荡在耳畔, 让行语既艳烦, 又想沉浸其中, 感受那悬而又悬的奇妙感觉。 行语仿佛看到了自己重生的这些年。 从四宗郡到金阳帝国, 建民帝国, 摆地三角区, 一直到现在。 莫不是我死了? 只有死人才会回忆往昔。 行语猛然一惊, 当即要睁开眼眸, 可是那如梦男的声音越发响亮, 让行语又沉浸其中。 隐约间, 行语又仿佛看到了天剑, 傲风云正搂着落影, 花前月下, 那般轻逆。 一股怒火凭空而来, 随后行语又听到了中音。 哄! 行语猛然惊醒, 瞬间一跃而起, 大口地喘着粗气。 小语你怎么样啊? 夜雪柔当即来到行语面前, 一脸紧张地看向行语。 行语四处看了看, 又看向夜雪柔, 一把紧紧抱住夜雪柔。 在那种梦境中, 行语感觉到了哭泣, 寂寥仿佛刹那永恒。 回想一下那种感觉, 足以让人崩溃。 行语怀中的夜雪柔, 脸颊微红, 但还是不断安慰行语。 两久, 行语松开夜雪柔, 席地而坐, 苦笑一声, 道, 吓死我了, 以为我挂了, 做噩梦啊。 夜雪柔轻声询问时, 来到行语身后跪下, 抬手为行语按摩太阳穴, 同时释放灵力帮助行语平静下来。 那模样, 犹如小媳妇一般。 行语失笑, 转身将夜雪柔抱到怀里。 低头亲了一下夜雪柔, 行语笑道, 你还真像一个小媳妇。 夜雪柔脸颊一红, 低头不敢看行语。 行语亲了一下夜雪柔的额头, 轻声说道, 谢谢你, 让你受苦了。 如果不是夜雪柔甘愿抛弃真操, 放下一切, 可能现在自己还受着重伤, 被困在令牌光照内。 夜雪柔摇摇头, 抬头看向行语, 温柔地说道,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行语不仅有些感动, 当即亲上了夜雪柔红唇。 我行语发誓, 今生一定对你不离不弃, 我不求名分, 不求任何东西, 只求你能陪着我就好。 行语有些感动, 温柔地说道,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好, 我相信你, 哎呀, 你干嘛了? 没正经。 嘿嘿, 这里又没有外人, 你怕什么? 你的手放哪儿呢? 从我胸前拿走了? 嘿嘿, 又不是没摸过, 没见过。 来来来, 我们继续。 不, 好痛的, 第一次都痛, 第二次就好多了。 真的? 第九百五十章, 七人太甚第五根。 五个时辰后, 夜雪柔躺在行语怀中, 一脸的忧怨。 你个骗子。 行语黑黑一笑, 道, 我也不知道第二次也这么痛来着。 不过我想第三次就好多了。 要不, 你少来, 我都要走不动道了。 怎么会? 你修为这么高呢? 你又不是女人, 你懂什么? 好吧, 那过一会儿好了。 你去死了。 玩到之后的夜雪柔和行语穿上衣服, 依靠在一起。 对了, 柔, 我昏迷了多久了? 行语询问道, 十五天。 行语猛然一惊, 道, 竟然昏迷了这么久。 加上之前的几天, 莫非过去一个月了? 夜雪柔点了点头, 道, 刚好一个月。 坏了, 我们快走。 行语当即说道, 他们来的时候, 修罗戒还有三个月就要被乱魔戒并容。 进来之前只剩下了两个月, 现在又过去了一个月。 仅剩下一个月时间, 然而应该做的事情却一个都没有完成。 可是行语刚要走, 忽然愣住了。 刚刚行语下意识地查看了一下身体, 顿时震惊。 只因为不死体腐内不朽镇天柱之上, 出现一本古籍。 行语当即查看, 那古籍瞬间射入脑海, 让行语一阵晕厥, 只好快速盘坐在地闭目研究。 足足五个时辰过去, 行语方才缓缓睁开眼眸, 眼眸中迸发出骇人的精芒。 乖乖, 厉害了我的大柱子。 行语有些激动地说道, 只因为那古籍, 名为不朽镇天爵。 不朽镇天爵, 其内有万字总纲, 九九八十一印。 那万字总纲是用一种特殊的文字所写, 行语根本看不懂。 不过, 当观看那万字总纲时, 梦中的道道如梦难的声回荡而盼, 让行语莫名其妙地懂得。 欲称不死不灭不朽身, 须习修不朽镇天爵, 开启九柱, 启摩关。 和不死魔精彼此互补, 并且同步进行。 不死体腐内的不朽镇天柱, 是第一根天柱, 可以让行语得到不朽镇天爵, 更可以习修九九八十一印的第一印。 不朽镇天爵的九九八十一印, 一共可以分为九印。 分别为, 惊天印, 破天印, 孝天印, 碎天印, 斩天印, 图天印, 杀天印, 战天印, 镇天印。 每印可凝聚九道。 九九八十一印成, 镇天无敌。 行语无论如何不曾想到, 这不朽镇天柱还会蹦出这么一个东西。 那法爵所述的九印之威力, 让行语震惊。 这法爵笔之刀剑神爵, 地级功法不知道墙上多少倍。 行语相信, 当九九八十一印成, 灭了这天都将轻而易举。 五个时辰, 行语始终都在钻研, 一时间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可是让行语头疼时, 关于第一印, 惊天印的使用, 至今没有头绪。 莫非是修为不足? 还是境界不够? 行语狐疑, 但下一期, 行语猛然一惊。 对了, 这一法爵可是和不死魔精互补的。 与不死魔精相同, 莫非, 需要不死魔精达到某一种程度, 方才可以使用。 行语很确定, 这个想法是对的, 否则不会这般没有头绪。 深呼一口气, 行语越发地好奇, 这不死魔官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不死魔官隐藏太多太多行语无法明了, 更无法理解的神器和玄妙了。 摇摇头, 行语回过神, 不再多想, 当下和叶雪柔快速离开此地。 行语不知道怎么走, 可叶雪柔知道, 很快就离开静得, 来到了修罗传承之地的门户前。 等等, 我去把那修罗剑取走。 行语当即推开门, 走进其中。 这一次, 没有经历上一次的幻境, 来到修罗剑面前, 抬手抽出。 修! 一道光束, 从修罗剑内飞射而出, 进入行语脑海。 片刻后, 行语回过神,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完整版修罗剑绝, 并且有七招, 而并非图木茶告诉我的五招。 威力不错, 可以拿来运用魔道之力呢? 收起修罗剑, 行语当即走出去, 和叶雪柔离开。 大约一个时辰后, 终于走出了山洞, 离开了峡谷。 行语拿出万里传音时, 联系邢盈盈。 可片刻后, 行语就神色陡然阴沉, 快速和叶雪柔离开血域, 走出修罗界兑换血兽丹, 而后返回修罗界, 直奔血兽斗场。 一个月的时间, 行盈盈等人并没有始终待在这里。 因为期间, 叶雪柔出来了一次, 告诉他们, 俩人无碍。 行音一行人离开后, 直接兑换了血兽丹, 前往血兽斗场进行战斗, 为得到进入修罗殿的资格而努力。 行音应青红进阶的非常容易, 毕竟俩人实力远超了太多人。 原本黑龙进阶也很容易, 只剩下顾服成略微困难。 可是黑龙却很倒霉地, 遇到了一位武丹镜四重真王级别的存在, 名叫伯恩德。 黑龙战斗力很强, 可面对高一众的真王根本不可能赢。 如果仅仅是修为压制也就罢了。 这家伙更和三尊族之一的水尊族一位真王水全民是好友, 因此造成了他狂傲嚣张的毫无下陷。 对黑龙各种嘲讽, 不屑。 因此, 黑龙怒了, 直接拼尽全力将其打伤, 哪怕自身受到极大重伤。 不过终于成功得到了进入修罗殿的资格。 而这让三尊族的真王水全民极其的不爽, 经常找人针对黑龙, 哪怕黑龙有青红形音音罩着, 依旧是被各种针对。 如果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那伯恩德和水全民更是将目光盯向了顾浮成。 不仅为顾浮成安排的战斗对手实力强劲, 更是动用权力。 毫不讲理的, 要迎娶顾浮成过门。 聘礼已经下来, 只等明月娶亲。 最重要的是, 要娶顾浮成的人, 还是一个傻子。 简直是天大的侮辱。 形音音青红想要带走顾浮成, 可却被水尊足尊者扣下, 软禁。 如若胆敢逃跑, 就地斩杀。 俩人虽然实力强劲, 可面对尊者, 只有臣服。 钟云飞也有帮忙, 可是却其师父不腾河, 直接将他软禁, 不得插手。 该死的王八蛋! 简直欺人太甚。 形音音谋闪过一抹阴狠。 如果他们四人出事, 形音一定要灭了这修罗剑。 叶雪柔听闻后, 面色阴沉, 道, 我想, 十圣八宗七星阁的人应该也在修罗剑。 形音音点了点头, 道, 刚刚音音倒是说了, 见过一次新年宗的人, 只不过, 他们始终没插手。 不过我想, 如果不是他们在背后捣鬼, 这水尊足也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 小语, 别担心, 有我呢? 我想他修罗剑不会出现大尊主。 那我就是无敌。 叶雪柔平静地说道, 并且我们刚刚离开时, 我已经招呼石灵教的人过来, 同时找黑龙殿的人, 很快他们就都能赶到。 这么远距离, 你怎么做到的? 无欲净可以凝聚身外化身啊! 是不是笨了? 并且, 为了让他们能随教随斗, 我提前就让他们过来了。 估计, 今日就可以到达。 第951章 血兽斗场 修罗剑 血兽斗场 这里是一处不分昼夜都异常热闹的地方。 并且每天都有数之不尽的人死亡, 或者进入修罗殿, 成为人中龙凤。 受万人敬仰。 血兽斗场 建立在血域以东三千里外的血兽谷中。 这里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这个山谷, 是血域内的七阶血兽, 曾经随手一击轰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 山谷成形之时, 地下水受挤压而喷涌, 四处流动, 竟然无巧不巧地, 在山谷外汇聚了一圈河流。 因此, 这里直接被建立成了血兽谷。 当然, 血兽谷自然不会是起初那般模样, 加上修罗界的精修和照料, 这血兽谷充满了奢华和霸气。 旗内的血兽斗场更是令人震撼。 在血兽谷外有一圈河流, 中央有一道桥, 也是唯一的路。 行雨和叶雪柔在此时出现在桥的入口, 看了一眼是血兽谷不错后, 当即走入其中。 进入血兽谷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中央那足足数百丈高大的血兽斗场。 血兽斗场通体血红, 如鲜血胶柱, 透露着血腥和阴煞。 更宛如上谷凶兽盘踞, 令人为之生畏。 进入斗场后, 行雨二人顿时被那激昂沸腾的欢呼声充斥。 在斗场四周围有着诸多看台, 他们欢呼, 呐喊, 沸腾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 行雨二人没有耽误时间, 迅速缴纳了血兽丹, 各自换取了一块令牌。 行雨令牌上写着五, 夜雪柔十三。 行雨俩人当即分开, 朝着各自所在地走去。 在来之前, 行雨就已经在血兽阁询问了血兽斗场的规则。 规则很简单。 在血兽斗场内, 一共有八个战斗场。 每个人都会在缴纳血兽丹的时候, 被随机分到一个战斗场。 想要进入修罗店, 需要在所属的战斗场, 随机打败二十位同阶对手。 除此之外, 在各个战斗场都有一个排行榜。 此榜为进入修罗店的人, 在一天内, 打败对手用十最快的排名。 如果能上榜, 进入修罗店后, 将得到其他人得不到的优待和资源提供。 因此, 很多人都以进入排行榜为目标。 可排行榜只有五十个位置, 想要入榜, 就需要超越他们。 然而, 排名第五十的存在, 都在十五个时辰之内。 那时间, 令人望而生畏。 行语很快来到了五号战斗场, 这里有很多修罗界的负责人。 看到行语过来, 很快就有一人前来带着行语到等候区等候。 因为场内有人战斗。 等候的时间, 行语也观看了一眼战斗场的战斗, 暗自心灵。 此时场内战斗的, 是两名武丹镜一重天阶的王者。 原本以为不相上下, 可身着黑衣的男子, 却刀刀夺命, 每一刀都压迫的对手, 处于绝对的下风。 夺命好厉害啊。 不愧为夺命战队的大队长。 看样子又要赢了。 这是第十三场了。 才过去十个时辰, 他有机会进入排行榜了。 在行语身后是看台区, 有人兴奋地喊道。 靠! 夺命的目标就是排行榜。 那是一定能做到的。 夺命! 夺命! 我们爱你! 我要为你生小命! 行语听闻差点笑出声, 生小命, 小命都没了。 你特么就挂了。 这看台区内有男有女, 可这群女人也太疯狂了吧。 碰! 场内夺命瞬间干掉对手, 收到力, 很是霸气地说道, 你输了, 不过我饶你一命, 你可以随时找我切磋。 此话一出, 这片看台区更加沸腾了。 行语见此一脸无奈, 不过却也知道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战斗场内, 生死勿论。 接下来就有拍在行语面前的人去和夺命战斗, 然而很不幸地输掉了。 随后一个接一个, 竟然全部都输了。 终于到了行语, 而夺命已经连胜十九场, 只剩下行语这最后一场。 至于时间, 也仅剩下一刻钟。 当行语踏入场内时, 夺命看了一眼行语, 轻松一口气, 暗自道, 武丹镜一重黄街。 嘿, 自己运气真好, 可以稳稳当当地进入排行榜了。 抬头看向行语, 夺命道, 小兄弟, 小小年龄达到武丹镜不容易,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自己认输吧。 虽然他知道, 行语能这个年龄进入武丹镜, 天资一定不错, 可是他常年在刀口上过日子, 见过太多天才, 其中十个天才有八个都陨落。 有些人天资足够惊艳大陆, 可是因为他们太自负, 全部死亡。 这是所有天才的通病。 所以对于行语, 他丝毫不放在心上。 此时言语中的清禾, 也是一种嘲讽。 更是在激怒行语。 对啊, 小兄弟快快认输吧。 你还有机会的, 别在这里耽误夺命大哥啊。 看台上有些大声说道, 妈的, 要打就打, 要认输就快点, 别在这里耽误夺命。 就是就是, 快下去吧。 武丹镜一重天界的修为, 都不是夺命对手。 你一个武丹镜一重黄街的修为, 能打过? 别找死了。 快认说。 一道道声音, 接连不断传出, 让夺命很满意。 这就是强者效应。 夺命内心冷笑, 看了一眼行语, 忽然眉头一皱, 因为他发现, 行语自始至终, 神色都是那么的平静。 这让他感觉到了不安。 当即夺命嘲讽道, 喂, 别不识好歹, 我给你活命的机会, 你若不珍惜, 那可就别怪我动手了。 行语笑着摇摇头, 覆手而立, 平静地看向夺命道, 请出手。 你。 夺命眼眸一领, 冷哼一声, 瞬间提刀冲向了行语, 那你就去死吧。 夺命连环刀。 夺命一跃而起, 直接调动磅礴的刀缸, 无情地朝着行语疯狂目斩。 刹那间千百道刀缸飞出, 那恐怖的力量足够将一整座山移为平地。 嘿嘿, 我瞬间爆发全力, 足够吓唬住他了, 一定可以获胜。 夺命内心想到, 可是下一刻他面色一僵。 喂?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行语一个缩地成寸, 出现在夺命身后, 拳头紧钻,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充斥, 行语嘴角一掀, 瞬间爆轰而出。 轰的一声恐怖巨响传出, 同时还有夺命凄厉的惨叫声。 当行语副手而立在地时, 夺命已经飞出数百米, 轰然砸在地上, 吐血不止, 动不能动。 第952章 一拳一个 死!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一拳, 一拳搞定了? 你大呀! 不是说, 武丹镜的每一个级别, 都相差很大吗? 想要越街战斗, 难如登天吗? 可这, 这特么咋回事? 乖乖, 此子不得了啊! 这么年轻, 这么强, 莫非是哪家的天才装低调, 所以连名字都不报? 我看有可能。 行语平静一笑, 道, 下一个! 扑吃! 远处的夺命, 听到行语的话, 再度喷出一口鲜血。 原本以为轻松获胜, 可没想到自己连他的一招都挡不住,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 竟然如此恐怖! 然而他没有机会知道了。 很快, 他就被修罗界的人带走, 场内随之出现了一位蓝衣男子。 他一出现, 二话不说, 直接对行语攻击, 攻击狠辣, 刁钻而诡异, 显然是要将行语一招毙命。 行语淡然一笑, 缩地成寸施展, 速度快到极致, 同样一拳将他瞬间打飞。 戏剧性的是, 他躺在了刚刚夺命躺的地方。 死! 这, 这是缩地成寸吗? 据说武丹镜一重, 只有凝聚清贫武丹, 才有可能使用缩地成寸。 这家伙的天资深不可测啊! 有人惊呼一声, 道, 他的缩地成寸施展得如此娴熟, 并且完美地融入战斗中, 这根本就不像是刚刚跨入武丹镜的样子。 场内一个个惊呼声, 异论声响起, 行语只是副手而立。 淡然一笑, 道, 下一个。 我靠! 霸气啊! 有人一脸崇拜地看向行语说道, 老子这个年龄的时候, 也曾梦想有这么一天, 可却从来没有做到过。 真是感慨万千啊! 行语听闻一脸黑线, 感慨你大眼。 不死磨身换血, 加上武天天的精气洗礼。 武道不死穴, 单论体魄, 我可以挑战武丹镜任何存在, 哪怕他拥有精品十二文武丹, 加上修为, 无人能及, 而拥有黄品或者清品武丹的武丹镜二重, 也应该可以一战。 丹论体魄, 吻莹, 阳光洒在坚毅的脸颊上, 行语嘴角一掀, 是那么的邪魅而妖逸。 刚刚的两拳, 行语其实都没有动用权力, 可饶是如此, 俩人瞬间都被击飞。 这让行语越发地期待, 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强。 至于缩地成寸, 这对别人来说困难的事情, 对行语来说, 轻而易举。 虽然是三个黄品一文武丹, 可我就不信, 老子还能被制约, 无法突破。 行语冷哼一声, 十分不爽。 三个黄品一文武丹, 让行语感觉, 自己被老天爷给捉弄了。 不过也无所谓, 哪怕是黄品无文的武丹, 行语也一定会突破。 接下来, 一个接一个的王者, 上前和行语对战, 可是没有一个人, 能承受住行语的一拳之威。 拳头微微用力, 那浩瀚如海的澎湃力量, 让行语都如痴如醉。 在行语战斗时, 人群某一处, 一名黑衣男子眼眸一寒, 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当即翘无声息拿出万里传音时, 男子低声说道, 大哥, 行语出现, 血兽斗场, 五号战斗场。 好, 我去通知人手, 稍后赶到。 好, 与此同时, 场内很多个角落都有人拿出万里传音时传音, 目的只有一个, 通知人手, 行语出现。 碰, 五号战斗场上, 行语再度一拳打飞一人, 副手而立。 下一个, 看台区的众人一瞬间沸腾了起来。 这行语太厉害, 尼玛不到一个时辰, 已经一拳一个, 打飞了13个对手了。 如果照这个节奏下, 他可以成为排行榜第一啊。 废话, 百分百能达到第一。 而且是整个血兽斗场所有排行榜第一。 那排行榜最快的家伙, 用了三个时辰。 而行语现在还不到一个时辰。 逆天, 行语, 行语, 我们爱你, 我要为你生孩子。 一天一个。 行语听闻, 差点一个猎切晕过去。 尼玛一天一个, 猪都没有这速度。 就在此时, 忽然行语眼眸一领, 看向场外人群某一处, 那里有六名青年, 此时正一脸笑盈盈地看向行语。 在六人中, 行语清楚地看到了, 心言宗心疏横, 白玉天相宗的山城号。 很好, 我正愁找不到你们呢。 没想到, 自己送上门来。 行语嘴角微扬, 邪魅的笑容如死神微笑, 令人心静。 在行语看向心疏横和山城号的时候, 俩人同时看向了行语, 当看到行语进入武丹镜, 同时心惊。 这才多久没有见面, 五个月, 行语竟然已经达到武丹镜。 并且, 武丹镜一重, 近乎无敌。 心疏横深吸一口气, 眼底闪过一抹杀意。 这家伙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山城号点了点头, 袖口中的拳头紧钻, 眼眸中流露着略微复杂的神色。 其实, 我不想和他为敌。 心疏横面色一僵, 嘴角擒着一抹苦涩。 你能做主不成? 深吸一口气, 心疏横淡默地说道, 他是什么性子, 你我都了解。 我们两宗险些杀了他两个女人。 这个仇已经结下。 不是他死, 就是我们亡了。 山城号点了点头, 当即看向一侧的一名黑衣青年, 微微一笑, 道, 成义老弟, 能搞定他吗? 黑衣青年一双阴眼, 闪过一抹阴霾和狠辣。 轻而易举, 好, 下一场你来。 山城号俯瞰行语, 但默地说道, 你若杀不掉他, 只能我们亲自动手了。 碍于这里的规定, 只能同街战斗, 所以他们拥有武丹静一重以外的人, 却都无法动用。 成义拥有子品八文武丹, 武丹静一重天阶, 更身负诸多家传武技, 虽然不是两宗之人, 可实力比这两宗同街的武者都要强。 因此, 山城号直接派他去, 直接干掉刑语。 只不过, 他还是担心杀不了刑语, 因此做好了亲自战斗的准备。 放心, 杀不了他。 提头来剑。 成义阴冷一笑, 转身离开。 当成义走后, 新书恒对着一侧青年说道, 水尊足的人到了没。 马上。 很好。 新书恒看向场内的刑语, 眼眸闪过一抹寒意。 今日, 他一定要死, 不能有任何意外。 第953章, 人间蒸发。 砰。 刑语一拳干掉一人, 副手而立, 但默地说道, 下一个。 咻。 一道黄色光影一闪即逝, 刑语眼眸一领, 后退一步, 转身一拳打向左侧。 咦? 刑语为什么朝着左边打? 那什么都没有啊。 很多人不理解, 可下一刻众人就发现, 那里凭空出现一名青年, 瞬间和刑语全权对碰。 咕吃! 刑语原地未动, 而那青年吐血后退时步有余。 什么? 这。 远处的山城号和新书恒, 看到这一幕眼瞳紧缩, 一脸的不可思议。 诚意最强的, 就是速度和爆发力。 此时突然出现, 瞬间战斗, 就是为了打刑语一个措手不及。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掉刑语。 自然无所不用其极。 可是不成想, 竟然连刑语的一拳都扛不住。 抬头看向诚意, 刑语嘴角一掀, 此人正是刚刚山城号身边的一名青年。 看样子, 是专门来杀自己的了。 山城号新书恒俩人, 就养了你这么一个废物。 刑语覆手而立, 俯看诚意, 宛如上位者看向蝼蚁。 诚意紧了紧拳头, 内心震撼得无以言表。 没有人知道他的拳头, 在刚刚那一瞬间经历了什么。 一拳打出, 仿佛撞击在了肩不可摧的玉器一般。 那反正的力量, 让他感觉骨骼都要废掉了。 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感受到刑语释放任何傲义, 任何武技。 这家伙的体魄也太恐怖了。 他真的是人吗? 简直比传说的巨龙还要可怕。 诚意深吸一口气, 看向刑语面色极其凝重。 哼, 随手一击罢了。 你能扛住, 说明你还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诚意冷哼一声, 哪怕拳头很痛, 这个时候要撑着场面, 不然丢脸丢大了。 行语邪媚一笑, 道, 是吗? 那继续吧。 让我看看, 你这废物还能看我记下? 你…… 诚意心神颤抖, 深吸一口气, 不断思索着对策。 行语的缩地成寸似乎速度很快, 不过似乎并不灵活。 而我速度和爆发力最强。 想要获胜, 只有突袭。 诚意打定主意, 当即对着行语冷哼, 道, 你果然比传言还要狂傲, 不过今日我的出现, 将终结你。 行语失效, 这家伙是傻缺, 还是脑残? 刚要说话, 诚意忽然消失, 瞬息间出现在身后, 一掌弓纱, 风悬呼啸, 转眼间形成九道风轮, 朝着行语切割而来。 说话只是为了吸引我注意力吗? 真是可笑。 行语摇摇头, 连头都没有回。 发丝飞扬间, 一头火焰巨龙瞬间出现, 直接撞击九道风轮。 轰得一声暴响, 行语不转身, 反而眼眸一寒, 促然缩地成寸, 出现在三百米的半空中。 那里原本什么都没有, 可当行语出现后, 诚意也悄然出现。 在诚意身后, 出现两道黄色羽翼, 伸展开来, 足足三丈宽, 让诚意凭空增添一份霸气和高贵。 只不过此时诚意内心却充满了震惊。 这, 无门五计不仅可以隐蔽, 还可以短距离加速, 比缩地成寸还要快。 可是不成想, 刚刚出现就被行语发现。 山城号新书横没有告诉你, 我的魂弓达到了五层吗? 什么? 行语邪魅一笑, 急速一拳, 攻击向成一头颅。 亡灵面? 哄! 火焰凭空笼罩天地上空八百米, 形成一片火海。 火海之中, 一道道怪吼声和身影闪烁, 如传说中的厉鬼。 火焰深处, 那里有一道伟岸的身影, 高不可攀, 如耸天而立。 某一刻, 身影瞬间消失, 直接一拳轰击在成一头颅。 轰轰轰, 阵阵如天崩地裂般的暴响出现天空, 一股股炽热如焚天的温度, 如火浪朝着四周荡漾, 千里外看抬去的众人都感觉要被蒸发了一般。 某一刻, 火焰凭空消散, 行语覆手而立, 一尘不染。 发丝飞扬, 衣衫烈烈, 嘴角一线, 邪魅如妖。 至于成义, 早已不知所踪。 下一个, 看抬去的人顿时疯狂了。 我的天, 这就是行语真正的实力吗? 好恐怖啊。 武丹静一重天阶的存在, 瞬间人间蒸发。 太厉害了。 我的男神啊。 你们说, 行语对战武丹静二重, 能不能赢? 我看, 有可能啊。 这尼玛太变态了。 行语没有理会众多喧哗声, 一双平静而深邃的黑色眸子, 看向山城昊和新书恒, 仿佛在腰战。 山城昊神色不变, 可内心早已经泛起了惊涛骇浪。 成义竟然瞬间消失, 抵抗不住行语一招。 这也太特么的恐怖了。 我不是对手。 新书恒对着山城昊摇摇头, 暗自传音道。 因为同修火之道, 所以他的感受比山城昊更深。 那如火之尊王的气势和霸道, 让他明白, 自己的这点火道感悟与能力, 在行语面前不值一提。 山城昊苦笑一声, 他就知道新书恒会这么说。 深吸一口气, 山城昊缓步朝着战斗场走了下去。 他也没有把握能干掉行语, 可是他拥有白玉天象的九品出击血脉, 更惜修正天玉相绝, 体魄是最强悍的。 总有一拼之力。 山城昊和修罗戒的人似乎相识, 说了几句话后, 直接插队, 先一步走进了战斗场。 好久不见, 只是没想到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山城昊抬头看向行语, 神色有些复杂。 行语俯瞰山城昊, 淡默地说道, 是你们旧游自取, 怪不得任何人。 山城昊嘴角抿着一抹苦涩, 他又何尝不知。 可是, 在这武林州, 天下家族最大。 深吸一口气, 山城昊眼眸中只剩下了澎湃的战役。 我说, 命给你。 你败, 命归我。 行语嘴角一掀, 邪魅一笑。 啊, 在你气我女人时, 你的命, 就已经是我的了。 山城昊冷哼一声, 猛然催动震天欲向绝, 一股股苍茫浩瀚的气息, 透体席卷, 狂风烈烈, 沉闷的威压, 直接将方圆百米内的大地震, 裂开胳膊粗的裂缝。 好。 山城昊身后的空间波动, 一头数百丈庞大的白玉天象显化。 白玉天象象笔指天, 身躯直立, 随后猛然前提下踏, 对着行语猛然怒吼。 你。 山城昊同时对着行语抬起手掌, 猛然紧握, 只见行语方圆数百米内, 出现一道道百丈长矛, 也可以说是巨主。 第954章, 下辈子见。 死。 那你马是长矛吗? 简直就是大石柱啊。 这么多降临, 是要将行语直接砸死吗? 很多人看到山城昊瞬间动用如此恐怖的攻击, 心神战力。 那每一根长矛都有几十丈粗, 瞬间降落, 足可以将大半个山脉泥灭。 然而行语丝毫不紧张, 反而有些嘲讽地看了一眼山城昊。 跟我比力气吗? 你真是压错宝了。 行语冷哼一声, 直接迎着无数长矛, 一拳轰出。 拳出肌肤阴晕黑光, 转眼间拳头直接化为龙爪。 龙符, 灭, 吼吼吼。 二十道龙符同时冲出, 直接化为数百丈庞大的黑色巨龙迎上长矛。 我的天, 这么多巨龙。 众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傻眼了。 眼前这一幕, 宛如绝世战神的战斗。 行语傲立在无数长矛下, 挥手间, 巨龙腾空, 怒吼奔腾间, 龙爪破空, 龙尾摆动, 眨眼间将无数长矛崩碎。 行语瞬息间动用缩地成寸, 更将身法由天融入。 只见天地空间荡漾层层涟漪, 如水波律动。 山城昊眼瞳紧缩, 猛然转身, 一拳轰出。 那身后的白玉天象, 直接怒吼一声, 化为一道流光进入拳头之内。 行语在此时出现在山城昊面前, 邪魅一笑, 带动二十头巨龙和山城昊全权对轰。 动! 沉闷如剧中的声音, 以二人对战之地带着无穷的力量席卷开来, 无尽狂风肆虐, 刹那间地裂山岁。 千米外的看台区, 所有人都感觉耳膜发胀。 扑吃! 山城昊狂吐一口鲜血, 快速后退。 想跑? 晚了点哦。 行语如鬼魅丽影出现山城昊面前, 拳拳轰出, 那极致的速度和狂暴的力量, 让行语产生到到虚幻的残影。 不知道的, 还以为行语有三头六臂。 扑吃扑吃! 山城昊不断防御, 肌肤更是已经拟化白玉天象, 可是行语的每一次攻击都让他痛的, 无法呼吸。 某一刻, 行语猝然消失, 来到了山城昊身后。 一拳打出, 幽冥严伦无声无息出现。 早死早超生, 下辈子见! 幽冥严伦原本不大, 可随着轰出, 陡然绽放数百丈。 严伦急速旋转, 炽热和狂暴的力量爆发, 瞬间破碎山城昊的所有防御, 最终将山城昊的身躯直接碾碎。 哄! 身躯爆碎, 幽冥严伦瞬间爆炸, 行语意念一动, 不死火转眼间将山城昊炼化的渣子都不剩。 随手一挥, 眼眸看向看台区的心疏横, 嘴角一掀, 邪魅如妖。 下一个, 全场已经鸦雀无声, 奇奇被行语震撼。 太强了, 强得让人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心。 无论是什么对手, 在行语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他真的是武丹静一重黄间。 很多人都怀疑, 他是不是压低了修为。 心疏横被行语看了一眼, 下意识地后退, 头皮发麻。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火焰之中临死前的山城昊, 是那么的痛苦。 如堕入地狱, 永世被夜火焚身板。 可是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就这样的, 翘无声息地死亡。 这, 这行语太强了。 就在此时, 一只手掌搭在了心疏横肩膀, 让心疏横瞬间一惊, 转头看向来人, 心疏横轻松一口气, 苦笑一声, 道, 吓死我了。 来人是一名青年, 一双桃花眼, 泛着迷人的光泽。 嘴角擒着笑容, 给人一种潇洒不羁的气质。 横兄这是被行语吓到了。 心疏横面色一僵, 转头冷哼一声, 道,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山城昊已经死了。 我看到了, 青年轻笑一声, 眼眸看向场内行语, 嘴角一鸣, 缓步朝着场内走去。 所以, 我来了, 送他去死。 心疏横眼眸闪过一抹深邃, 喃喃自语道, 段尹鹏, 你如果大意, 山城昊就是你的榜样啊。 哟, 尹鹏兄去了? 早知道我不来了。 一道玩味的轻笑声传出, 心疏横转头看去, 顿时眼眸中闪过一抹忌惮。 此人身着黑色香金边衣袍, 头戴血金罐, 一头长发, 笔直输在脑后。 左拥右抱两名绝色女子, 所过之处, 人人畏惧。 丽山兄! 心疏横微微欠身, 以表尊敬。 他修为虽然不高, 可代表的是新严宗, 按理说, 是不需要向任何人如此尊敬的。 可是这个水丽山, 有资格! 只因为他是修罗界水尊族水全民的儿子, 水尊族大力培养得五大天才俊杰之一。 虽然只有武丹镜二重黄阶, 可他的天资很可怕, 只因为他凝聚精品十文武丹。 只要按部就班修炼, 就足以成为武丹镜巅峰。 给他时间, 将是下一个尊者。 水全民之所以嚣张跋扈, 胡乱动用规则, 欺辱行应应等人, 更是要娶了顾浮成, 就是因为他的存在。 至于娶顾浮成的傻子, 是水全民的三儿子, 水丽山的弟弟。 新书恒等十圣八宗七星格的人来到了修罗界, 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修罗界。 对于水尊族的他, 自然要尊敬。 水丽山轻笑一声, 看了一眼场内的行语, 道, 据说他修了魔道, 并且刀剑双修吧。 还真是期待呢, 不知道能在我手下走几招。 我想, 丽山兄是没机会了。 新书恒轻笑一声, 道, 段隐鹏是幻影宗外门同间内第一。 一手幻影之法, 让人防不胜防。 这行语体魄最强, 面对着幻影之法, 估计要抱头鼠窜了。 也不尽然。 水丽山笑道, 山城号应该就是, 你这么想, 所以他死了。 新书恒面色一僵, 水丽山转身抱着两女离开, 笑音的声音缓缓传出。 走吧, 我们去找个好位置, 慢慢欣赏。 哦, 我老爹他们都来了, 这是一场好戏。 行语, 要多活一会儿啊, 不然就太没意思了。 新书恒眼眸一领, 这水丽山还真是聪明, 看似桀骜不逊, 却有自己的想法, 更能理性地看待任何事情。 果然不愧为水尊族重点培养的人才。 有意思。 新书恒嘴角微敏, 暗自冷笑。 第955章, 还不够格。 第五个, 看台区某一处, 这里有三名男子并立而坐。 这行语果然厉害呢。 据说他最擅长刀剑之法, 目前单单拳法, 就已经无敌。 真不知道, 全力以赴会有多强。 看来以五行径, 干掉五丹镜的消息, 是真的。 左侧男子, 看向五号战斗场的行语, 轻轻一笑。 哼, 再强又如何, 得罪了十圣八宗七星阁, 他只有死路一条罢了。 右侧男子冷笑一声, 张狂无比。 你说, 他知不知道, 他几个朋友, 被你关了起来。 中央的男子, 看向右侧男子水全鸣, 淡笑道。 我看应该知道, 据说这家伙, 可是重情重义之辈, 兄弟被欺负, 女人被霸占, 不可能不来。 但是, 相传他又很聪明, 绝非如此意气用事。 可是他的底气是什么, 还真是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呢。 左侧男子狐疑地笑道, 水全鸣看了一眼他, 冷笑道, 大哥, 你多虑了, 一个少年狼罢了, 能翻起什么大浪不成。 就算能, 可这里, 是我修罗剑, 他是龙也要趴着。 水全鸣只是轻笑一声, 没有说话。 现在入场的是, 换影宗得断影棚吧。 看样子, 那几个小家伙, 准备动手了。 中央男子笑了笑, 平静说道, 你们猜猜看, 断影棚能坚持多久。 坚持多久? 水全鸣眉头一挑, 道, 您还真是瞧得起这家伙。 那断影棚的手段还是。 中央的男子笑着摇摇头, 悄然离开, 只有一道声音留下, 让水全鸣面色一僵。 怪不得这么多人被地里说你无用。 果然, 让人失望。 水全辉笑了笑, 也悄然离开。 二弟慢慢欣赏。 大哥我喝酒了。 水全鸣冷哼一声, 一脸的阴沉。 瞧不起我。 哼, 看着吧。 等修罗界归顺十胜八宗七星阁, 到了乱魔界, 老子一个接一个宰了你们。 看向场内的行语, 水全鸣冷笑一声, 道, 小王八蛋, 哪怕你能不断获胜又如何? 这里的规矩, 是我修罗界定的。 哼, 人群某处, 钟云飞一脸兴奋地, 为场内行语欢呼。 在一旁, 钟云飞的师父布腾河一脸无奈, 说道, 丫头, 你至于吗? 哼, 臭师父, 别理我,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钟云飞很不爽地哼了一声, 布腾河一脸头疼, 缓缓说道, 不是我不帮你那几个朋友, 而是不能帮。 你要理解师父的难处啊。 知道为什么水尊族针对他们吗? 是十胜八宗七星阁在背后使得力。 钟云飞面色一僵, 这时看向了场内, 断颖鹏走入其中。 果然, 钟云飞喃喃自语, 山城昊他不认识, 这个断颖鹏他认识, 因为这个家伙还追求过他。 这刑语还是太年轻, 如果现在离去。 十胜八宗七星阁的人为了抓刑语, 绝对不会伤害那几个朋友。 等修为提高, 有了势力再过来。 到时候, 谁人不服? 布藤河感叹一声, 摇摇头。 就在此时, 忽然布藤河眼眸一惊, 猛然看向了三号战斗场。 那里, 叶雪柔取得了二十连胜, 用时, 一个十缠。 仅仅如此, 还不算, 布藤河更看到了三尊足得三位尊者降临。 除此之外, 还有无数强者出现, 封锁叶雪柔的成绩。 师父你怎么了? 钟云飞好奇地顺着布藤河的目光看去, 当看到叶雪柔顿时一惊, 道, 雪柔姐姐。 布藤河一愣, 道, 你认识? 认识啊, 是行语的朋友。 而且据我观察, 他十分喜欢宇哥哥哦, 只不过不说。 什么? 布藤河震惊, 然后, 当即带着钟云飞离开。 师父你干嘛? 我要看宇哥哥比赛。 想要救你的宇哥哥, 就老实点。 真的? 废话? 老子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什么时候不骗我? 说, 跟你来, 就能见到宇哥哥。 如果不是宇哥哥自己过来, 我这辈子都见不上了。 五号战斗场, 行语看向段颖鹏, 轻轻一笑, 道, 你们十胜八宗七星格的人, 还真有意思。 一个接一个地过来杀我。 打不过, 我就准备车轮战吗? 段颖鹏一双鹰眼, 闪过一抹狠辣, 鹰沟鼻下嘴角微扬, 冷峻地说道, 你还真是瞧得起自己。 山城号那等垃圾, 根本不配为我十胜八宗七星格的人。 你, 呸。 行语失笑, 覆手而立, 平静地说道,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你会看到的。 段颖鹏冷笑一声, 缓缓说道, 后赛雷, 今日师兄就为你报仇。 话音落, 段颖鹏周身争腾起层层紫雾, 雾气如梦似幻, 玄妙非凡。 行语暗自一惊, 竟然是幻影宗的人。 这可不好对付啊。 后赛雷, 那个一脑袋肌肉的家伙是你师弟。 看样子你也不值得一提。 起个名字很赛雷, 可却垃圾地不堪入目。 行语冷笑看向段颖鹏, 语气充满嘲讽。 我会让你知道, 杀我幻影宗人的代价。 惹我段颖鹏得代价。 段颖鹏双眸猛然闪过一抹幽子, 瞬间行语周身出现层层紫幻之光。 哼, 老子说过, 凡幻影宗者, 杀无射, 死忌铜, 灭。 行语当即死忌铜释放, 瞬间一道射魂爆发, 直接轰碎子幻之光。 紧接着, 行语后被汗毛炸起, 行语没有回头, 顿时控制火之傲义, 在身后凝聚一头巨龙, 身体则缩地成寸, 出现在百米之外。 哼, 段颖鹏出现在行语身后的位置, 轰碎巨龙, 对着行语阴冷一笑, 道, 我倒是有多强, 只知道跑吗? 拉机! 听说你剑法超烦, 你来看看, 我的剑法如何? 段颖鹏速度看上去不快, 反而有些慢, 可是他所过之处, 竟然幻影连连, 如置身在一片梦境之中。 来到行语面前, 段颖鹏子剑抽出, 刹那间天地被无尽剑刚笼罩, 疯狂攻杀行语。 跟我比剑? 你还不够格? 行语冷哼一声, 手掌探出衣袖, 虚空一握, 灵力压缩, 瞬间凝聚成百上千道夜魂剑, 随着手臂舞动和段颖鹏对战起来。 轰轰轰的战斗声接连不断传出, 行语的神色却逐渐阴沉。 只因为这家伙的剑法有些诡异, 攻击的剑法有虚幻, 有真实, 有的剑法变幻多端, 有的剑法轻柔如水, 带有连绵之意, 亦或者刚猛霸道, 气势惊人。 愣是和行语比剑法, 拼个不分上下。 第956章 请继续。 这就是幻剑之道, 果然有意思。 行语眼眸闪过一抹冷笑, 原本以为很难, 可是接触一番后, 行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既然是有真有假, 那我就逼得你, 没有办法释放假的。 行语冷哼一声, 猛然双手虚空一爪, 刹那间凌厉暴动, 火焰沸腾, 转眼间化为数万柄刀和剑。 刀剑天牢, 爆! 行语瞬间暴怒一声, 双手前推, 只见数万柄刀剑全部飞出, 并且按照行语的意念而动, 形成一片庞大的刀剑天牢。 这五技是行语自创研发, 威力惊人。 而修为越高, 施展起来越恐怖。 因为修为越高, 它的潜力越高。 断影棚刹那间, 面对数万柄刀剑, 更是按照各自独特轨迹运行的刀剑之法, 有些毛骨悚然。 它也是席修剑道者, 深切地知道, 这些刀剑光芒根本不能碰, 因为千亿发动全身。 想要瞬间冲出, 根本不可能。 除非有无敌的防御, 而防御, 是它最欠缺的。 可是不动, 只有瞬间被切割成粉末。 该死, 竟然一粒详实惠。 断影棚也明白, 行语为何使用这种攻击方法, 因为只有这样, 它才能无法使用幻剑之刀。 剑影幻天。 断影棚暴怒一声, 瞬间动了怒火。 一剑在手, 剑刚喷勃冲天, 远远看去, 断影棚此时宛如大日, 一轮紫色大日。 大日光滑展现, 紫芒喷勃, 是无尽疯狂剑刚。 看上去虚幻如梦, 可这每一道剑刚, 都是最真实的。 哼, 小意思啊。 行语冷笑, 抬手高举, 下一刻一掌下拍, 瞬间施展幽名炎伦。 轰轰轰, 巨大的幽名炎伦, 瞬间粉碎了大片剑光, 而后撞击在断影棚身上。 虽然断影棚急速闪退, 可当他出现在数百米外的时候, 脸颊苍白, 嘴角挂着鲜血, 胸口更是焦黑一片, 是那么的狼狈。 嘿, 堂堂幻影中的人, 修为也比我高, 竟然这么惨。 丢人不。 行语嘴角一掀, 充满了嘲讽。 不过行语可没有停留, 游天施展, 行语如一头神龙, 以天为海, 自身为龙, 转瞬间, 到达任何地方。 那速度宛如电, 如光。 当断影棚看到行语的时候, 行语已经出现在一侧, 然后, 一顿暴躁。 断影棚得幻影之法, 修炼的变幻莫测, 可以勉强阻碍, 可是却根本无法摆脱行语, 因为行语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山城号还活着, 一定会呆若木鸡。 行语的速度, 惊人如此的灵活多变, 玄妙难测。 刚刚行语略显笨拙是因为, 行语根本不屑于动用身法。 某一刻, 行语一拳名言怒打出, 直接将断影棚轰飞, 抬手一掌紧握, 天地间出现万柄燃烧着不死火的寒剑。 再见! 剑连苍雪! 哄! 行语意念一动, 万剑划一, 施展超大型剑连苍雪。 当剑连苍雪施展完毕, 断影棚已经只剩下一颗武丹。 行语收起武丹, 副手而立, 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突破到武丹镜后, 不死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蜕变, 只要行语愿意, 火到的初等奥义可以信手拈来, 哪怕是中等奥义都可以用不死火施展。 抬头看向远处的新书恒, 行语淡漠的传音道, 还有人吗? 如果有, 既然要杀自己, 那就都来吧。 本大爷, 今日, 大开杀戒便是。 新书恒面色一僵, 神色难看至极。 什么? 水玄明面色阴寒, 一巴掌拍碎身旁椅子。 这家伙, 果然强的美谱啊。 按照探子来报, 行语应该就是消失的这一个月突破的武丹镜, 可是出入武丹镜, 竟然可以将武丹镜的力量, 运用得如此娴熟, 这简直就是刷新三观。 要知道寻常人, 哪怕是绝世天才, 还需要多了解。 而行语竟然一个月全部掌握。 实在可怕。 看了一眼一侧刚刚过来的水利山, 水泉明道, 杀儿, 你有什么对策? 成义, 山城号, 段颖鹏在武丹镜一重境界是最顶尖的了, 然而却依旧被杀。 能干掉他的, 应该没有了。 我们修罗界内的人也没有。 这家伙强得离谱。 既然如此, 那就陷害了。 水利山嘴角一掀, 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一点, 老爹不是擅长吗? 水泉明阴冷一笑, 道, 明白。 五号五场, 行语副手力,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胆敢前来战斗。 行语鄙夷地看了一眼新书横, 而后看向修罗界的负责人, 平静地说道, 可还有人? 那人面色一僵, 看向行语有些恐惧,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调乍天的五丹镜, 一重黄街王者。 太有王者风范了, 所到之处, 无人能及。 暂时还没有, 请等一下。 不过请放心, 这个时间不会计算在内。 那人这般说道, 行语点了点头, 只好在这里等候。 不过时间不长, 很快就有人过来对战, 只不过行语眉头一皱, 这些人的实力很垃圾。 咦? 为什么不厉害的家伙过来了? 行语不理解, 不过也不管, 当下一拳一个, 全部撩倒。 这片看台区早已经掌声雷动, 欢呼声震耳欲聋。 因为行语实在是太强了, 并且战斗干净利落, 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野蛮, 什么叫霸道, 什么叫真男人。 终于, 行语一拳干掉最后一人, 成功杀掉二十人。 我的天啊! 这才一个时辰零一刻钟, 超过第一几个时辰。 看台区的很多人感叹连连。 行语覆手而立, 平静地等待。 按道理来说, 应该会宣布, 他进入修罗殿。 只要进入修罗殿, 那他就是修罗界得一份子, 就可以救自己的兄弟们。 行语本不想这么麻烦, 可必须成为修罗界的人才可以。 否则直接动手救人, 那就是直接和整个修罗界站在队里面。 现如今, 人手没有刀,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了。 然而, 行语等待了半个时辰, 依旧没有动静。 刚要询问那修罗界的人, 忽然一阵钢铁枪音响彻, 那清脆之音混杂着沉闷的脚步声音, 让人心神震战, 情不自禁地随音看去, 只见, 修罗界的执法队竟然出现了。 执法队为首的是一名冷酷中年男子, 而一旁赫然是水泉名水立山新书横等人。 所有人上, 抓住他。 中年人看了一眼行语, 当即猛然挥手。 第957章, 陷害。 我靠!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修罗界的执法队竟然在抓行语。 看台去的众人纷纷一脸错愕, 实在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接下来要进行的, 不是应该宣布让行语进入修罗殿吗? 行语覆手而立, 冷漠地说道, 你们干什么? 我犯了什么事动手抓我? 莫非修罗界就是如此蛮横之地? 想抓人就抓人, 想杀人就杀人。 对啊, 凭什么抓我家行语? 他犯什么错了? 有一些女武者顿时急眼了, 当即大声说道, 对啊, 对啊, 执法队是执法的, 可也不能不讲道理就抓人啊。 如果是这样, 以后老子就不来了。 对, 说清楚, 为什么直接抓人? 那中年男子当即让执法队的人停下, 但莫的看向行语说道, 我是执法队总队队长向凯化。 死, 原来他就是向凯化呀。 素来做事公正联名, 从来没有冤枉过好人。 他亲自出面, 看样子, 证据确凿。 莫非行语真犯了什么事? 可怎么可能? 如果真犯了什么事, 还敢来修罗剑? 行语眼眸一眯, 看了一眼水泉明心书恒等人冷笑的嘴脸, 当即明白。 好套路啊。 请出一个公正联名之辈, 就可以堵住大众的嘴。 到时候,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行语冷哼一声, 眼眸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 行语, 我来问你, 你是否接触过瑞家人瑞明昆, 瑞心路, 并彼此动手? 向凯化冷冷地看向行语说道, 哼, 劝你最好实话实说, 我有十足的证据。 如果你能共认不会, 我会从轻处罚你。 行语暗自冷笑, 但却点了点头, 他都要看看, 他们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呀? 你可知道, 瑞明昆和瑞心路现在死了。 向凯化冷冷地说道, 根据证人指证和尸体检查, 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在你曾经离开之后。 只经一个月了, 不仅俩人已经死亡, 还有三百坛蓝猴酒消失无踪。 你可有什么要说的? 行语眼眸一眯, 笑道, 你红口白牙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能说什么? 哼, 我就知道, 你打算狡辩。 向凯化冷哼一声, 旋即转头说道, 把人带上来。 下一刻, 只见一名黑衣男子在一名执法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向凯化面前。 向凯化看向黑衣男子说道, 三百坛蓝猴酒失踪。 无巧不巧的是, 这段时间, 黑市出现低价贩卖蓝猴酒的存在。 我们当即顺藤摸瓜将其抓获, 此人就是贩卖蓝猴酒的人。 告诉我, 你的蓝猴酒从何而来? 黑衣男子看了一眼刑语, 当即说道, 就是他。 卖出的钱, 我们酒一分。 如果不给, 他就让他的兄弟打我。 我不得不从。 很好。 向凯化眼眸冰冷地看向刑语说道,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刑语冷笑一声, 道, 很遗憾, 我不认识这个狗东西。 而且, 就算是我杀的, 又如何? 仅凭此事, 就对我定罪。 莫非在别人要杀我的时候, 我要等死不成。 向凯化冷哼一声, 淡默地说道, 仅凭此事, 我根本就不会来。 你也没有资格, 让我亲自出现。 可是, 你们曾经接触过我执法队的人吧, 更起了冲突。 这件事, 证人足足有上百人。 而现在, 我执法队十八个武丹竞亡者, 凭空消失。 只剩下断裂的四肢, 头颅, 盔甲。 这件事, 你如何解释? 什么? 全场顿时震惊。 如果仅仅偷了蓝猴酒, 杀了两个人, 并不算什么。 可是, 如果杀之法队, 还是直接杀了十八个。 那这件事就严重了。 修罗界建立时间很长, 底蕴很浑厚, 尊者都有三位, 更有一位尊主, 但是武丹竞也是有数的。 八大剑族, 四王山, 三尊族, 乃至整个修罗界的武丹竞武者都会记录在案。 死一个, 都是修罗界巨大的损失。 死一个, 修罗界都会全力查处, 报仇。 毕竟武丹竞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不可忽略的中良砥柱。 何况能够进入执法队, 更是武丹竞内的精英人才。 死了十八个,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像凯花不等行语说话, 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你, 还会辩解。 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没有机会了。 行音音, 青红, 黑龙, 是你的朋友对吗? 他们已经招供, 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像凯花不会冤枉任何人, 更不会如此兴师动众。 一个月了, 我们都在全力搜查你, 可是却始终不见你的踪迹。 原本以为无法为兄弟们报仇, 可没想到, 你却如此的大胆, 竟然胆敢出现在这里。 灯下黑吗? 哼, 告诉你, 这里是修罗界。 容不得你放肆, 你也没有资格放肆。 来人, 动手抓人, 捉拿归案。 是, 当相凯花画阴落, 大批执法队全部抽出黑剑, 冲向行语。 全场无数双眼睛都看向了场内行语, 有人破口大骂, 有些低声惋惜。 所有人都知道, 行语, 这个创造了血兽斗场记录的人, 死定了。 在修罗界, 除了修罗界的原住民, 大部分是外界的人。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这修罗界内不能招惹八大剑族, 四王山, 三尊族, 以及执法队。 得罪了执法队, 那就是直接站在了修罗界队里面。 行语见此看了一眼新书横几人, 他们全部一脸冷笑。 这让行语面色有些阴沉。 这群家伙计划的, 还真是周密啊。 尤其是刚刚向凯花这番话, 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 说的那叫一个正义。 让全场没有一个人质疑。 尤其是第一个蓝猴酒事件, 作为铺垫, 让第二件杀之法队的事情, 直接顺理成章, 一气呵成, 根本不给行语说话的机会, 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现如今, 行语如果反抗执法队, 那就将之前他说的事情彻底坐实, 黄泥扒掉裤裆, 不是实也是实了。 而如果不反抗, 行语相信, 自己落在他们手中, 将生不如死。 行语一时间陷入了绝对绝境, 因为行语, 没有人帮忙。 妈的, 胆敢如此气如本大地, 实在是该死。 行语内心大怒, 拳头紧钻, 别给老子机会, 否则, 我一定一个一个杀光你们。 就在此时, 执法队也赶到了面前, 就在行语准备做出决定的时候, 忽然一道怒喝声传出。 住手! 我看谁敢动行语。 第958章, 尊者拜见。 一声怒喝传出, 全场震惊。 这是谁? 疯了吗? 竟然打扰修罗借执法队办案? 向凯化水全民等人同时眼眸一寒, 这个时候来找麻烦, 简直找死。 当即寻音看去, 可紧接着几人猛逼了。 行语眉头一挑, 同时看去, 然后一脸错愕。 只见远处一大群人欲空飞来, 人数大约近百,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的修为都是武丹静。 为首的是四人, 三名老者, 一名少女。 那少女, 叶雪柔。 行语简直一脸猛逼, 叶雪柔不是去三号战斗场了吗? 这是搞什么? 在四人身后, 是四人并恋。 其中一人是钟云飞。 行语猜测, 一旁的男子, 应该就是不腾河。 再之后, 就是汉武业等人, 行语想来应该是八大剑足的人。 就在全场震惊的时候, 一行人直接降落在五号战斗场内。 叶雪柔当即随手一挥, 行语身旁的所有人, 全部被震退。 来到行语面前, 叶雪柔直接紧紧抱住了行语, 而后一脸焦急, 道, 小语, 你没事吧? 行语回过神, 看向叶雪柔说道, 怎么回事? 看到我身后那些人没? 全部都是反抗塞恩特的人, 现在全部被我聚集到了一起。 叶雪柔笑盈盈的传音说道, 行语一脸错愕, 你, 啥时候干的? 在你半个时辰前, 我就完成了考核, 然后就被三位三尊族的尊者找到, 离开。 随后他们问我情况, 而我直接问他们, 愿不愿意帮忙灭了塞恩特。 起初都不答应, 水尊者最凶, 然后我就把水尊者揍一顿, 然后现在全听话了。 叶雪柔很随意地说道, 而行语差点眼珠子都瞪出来, 我靠, 这么简单。 至于后面那群人, 因为不腾河的召集, 都过来了。 八大剑族中, 汉家等五大剑族愿意帮忙。 四王山, 三个修罗王愿意帮忙。 叶雪柔笑道, 现在就等你了, 我们剑指修罗殿。 行语好半天方才回过神, 苦笑一声, 揉了揉叶雪柔的脸颊, 道, 你还真是厉害。 叶雪柔顿时一脸沮丧, 低声道,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还是。 行语失笑, 亲了一下叶雪柔的额头, 说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有你在, 我省心多了。 不然这些事情, 都要我去做。 现在有你在, 我心安。 叶雪柔脸颊一红, 低头不再说话。 而看到叶雪柔这般羞涩模样, 全场都被叶雪柔的绝美身姿惊呆。 不过只有三尊族的三位尊者, 看向叶雪柔, 没有惊呆, 只有恐惧。 因为刚刚叶雪柔告诉了他们三个, 什么叫暴力? 他们原本以为叶雪柔只是强大的王者, 却没想到, 早已经达到尊者级别, 他们无法超越的地步。 一巴掌打得水尊者吐血不止, 那无情霸道的手段, 让他们心寒。 和现在的叶雪柔对比一下, 简直判若两人。 不疼和一旁的钟云飞过来的时候, 一脸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帮到行语了。 可是, 看到眼前这一幕, 钟云飞神色呆滞。 这, 行语和叶雪柔竟然关系这么亲密。 莫非? 为什么? 选他, 而不选我? 钟云飞有些无法理解。 非儿, 知道为什么三尊族的三位尊者全部答应帮忙吗? 那是因为, 这个叶雪柔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限尊主。 下一步, 就可以达到大尊主了。 不疼和感叹一声, 传音道, 以这个年龄达到这个境界。 哪怕是天下家族的那个逆天妖孽, 都远远不及啊。 所以, 别太伤心, 不是你不够优秀, 而是你的竞争者, 太强。 说完后, 不疼和看向行语也是颇为感叹。 这个少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魅力? 竟然可以让这么多的女子为之清新, 更让叶雪柔这等天才神女都为之沉迷。 终云飞苦涩一笑, 点头不再说话, 只是两行青泪默默流出。 这时, 水利山水全民看了一眼水尊者, 当即轻松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位会过来, 可是水尊者十分地喜欢水利山, 所以他有底气。 水利山当即带着父亲走来, 对着水尊者恭敬地恭身, 而后道, 不知道尊者大人所来事。 水尊者眼眸一寒, 那古霸道森寒的气势, 如天地至尊。 滚一边闭嘴, 声音如雷, 让水利山和水全民震耳欲聋, 一脸猛逼。 我靠, 这, 这咋回事? 为什么突然对他们俩人这般态度? 不过水尊者是尊者, 哪怕是瞬间宰了他们, 他们都不敢说什么, 做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无用。 俩人当即退到一旁, 准备默默等待, 可紧接着俩人傻眼了, 只见在他们面前霸道傲然如天的水尊者, 脸颊上竟然堆起一抹笑容, 和一旁的两名尊者, 同时走向了行语。 这位就是行语小兄弟吧? 在下水尊族水尊者水顿河, 水顿河一脸恭敬地对着行语, 微微欠身。 在下火尊族火尊者火如意, 在下刀尊族刀尊者刀疾风。 什么? 当三人话音落, 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呆滞, 满脑子猛逼。 这, 这修罗界最强大, 实力仅次于修罗殿殿主的三位尊者, 竟然对行语如此地尊敬。 这, 这怎么可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水泉民和水利山以及远处的新书衡 全部张大了嘴巴,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眼前一幕, 实在是, 太吓人了。 他们三位尊者, 为什么对行语这么尊敬? 水利山最先回神, 看向水顿河不可思议地说道, 水尊者, 你, 你这是为什么? 竟然对这个狗东西这么尊敬? 水利山不是傻, 他深深地知道, 这个时候不说话是最正确的选择。 可是他平日里狂傲嚣张习惯了, 走到哪里, 去哪儿, 都是别人对他尊敬。 一切以他为中心, 刚刚还被他玩弄于执掌间的行语, 此时却被自己心目中得天, 自己未来的终极目标, 水尊者如此恭敬地对待。 这让他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 无法理解, 水顿河顿时面色一寒, 挥手隔空抽了水利山一巴掌, 直接将水利山抽飞数百米。 你再说一句, 水顿河差点气得晕过去, 老子对狗东西尊敬, 那老子是什么东西? 你大爷的。 第959章, 怎么死好呢? 行语见词, 笑了笑, 道, 好了, 水尊者不用动目, 他刚刚还陷害我呢, 这个时候骂你, 不足为奇。 水尊者脸颊一红, 但却因为皮肤黑, 看不出来。 什么? 他胆胆陷害你。 水顿河当即想到这个问题, 面色一沉, 随手探出, 隔空一吸, 直接将数百米外的水利山吸到手中, 一把扣住。 低头看向脸色惨白的水利山, 水顿河冷冷地说道, 你胆胆陷害行语。 告诉我, 谁指使你的? 他水顿河身为尊者, 自然不会害怕行语这个小小五丹静, 可是他怕夜雪柔啊。 如果再来一巴掌, 他感觉自己小命就完了。 哪怕早就和十圣八宗七星格的人说好了, 绝对不会和他们合作。 可是, 一切和命比较起来, 还是命比较重要。 他耗尽了一生心血才到尊者, 整个水尊族都要他庇佑。 他绝对不能死, 否则, 全族所有人都要因为他的死亡而遭到灭绝。 因此,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得罪夜雪柔。 而刚刚夜雪柔在行语面前, 那般的小鸟依人, 他们就明白, 想要让夜雪柔高兴。 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行语高兴。 这混蛋水利山, 竟然胆敢陷害行语。 这特么的, 简直属于没事找死。 水利山依旧是一脸猛逼, 因为到现在, 他都有些无法理解。 这特么的是什么? 堂堂尊者, 竟然这么害怕, 一个五丹静, 一重垃圾舞者。 你他妈秀为喂狗吃了吗? 但是他还有一丝理智, 让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 否则他肯定, 自己死定了。 想了想, 水利山转头冷冷地看向水泉明, 无情地说道, 是我父亲指使的。 其实行语什么都没有做, 是他想要陷害行语, 一切的方法, 都是他想的。 包括收买象凯化, 包括找人质, 包括杀掉锐明昆, 锐心路, 以及十八位执法队人员。 全场听闻,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全部看向了水泉明。 妈的, 这混蛋竟然如此的无耻。 自己做的事情, 竟然还诬陷行语。 真是该死。 有聪明人当即站出来, 指着水泉明破口大骂, 看向行语, 充满了嗜好的神色。 而能够来到血兽斗场的人, 都是经常在刀口上混饭吃的人, 对于察言观色, 更是比任何人都擅长。 当下一个个指着水泉明各种狂骂。 www.ttno。 水泉明没有说话, 没有动怒, 只是双目呆滞地看向水盾和手中的水泉山, 眼眸中充斥着心痛。 她所做的一切, 为了谁? 全部都是为了水泉山。 哪怕被无数人责骂, 被无数人背后戳几两骨, 她都不在乎, 也无所谓。 因为她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儿子, 为了儿子, 可以放下一切。 可是现在, 这个她一生的目标, 她的骄傲, 为了活下来, 竟然将全部责任推给她。 哪怕水泉山不说, 其实水泉明也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 她死没事, 儿子, 自己的骄傲要活下去, 成为盖世尊者。 可是眼前这一幕, 让水泉明绝望。 生死面前, 一切皆空了。 深吸一口气, 水泉明淡漠地看了一眼水顿河, 说道, 是我做的。 一切都是我, 跟任何人无关。 向凯花被收买, 是因为我给她下了毒, 不管她的事。 那人质的父母被我绑了, 因此方才答应做假证。 尊者, 希望你杀了我吧。 但放过水泉山。 水泉明很心痛, 可是虎毒不食子。 他现在如果说出水泉山也有关系, 水泉山将跟他一起死。 毫无疑问。 但是, 哪怕儿子再狠, 他也不愿意拉下自己的儿子垫背。 水顿河冷哼一声, 随手扔掉水泉山, 抬手就要杀掉水泉明。 可是行语平静地说道, 等一等。 水顿河当即停手, 狐疑地看向行语。 其他人也很好奇地看向行语, 如果自己是行语, 恨不得亲自动手上前, 弄死这个憋孙。 这么害行语, 为什么行语让停? 行语平静地看了一眼水泉明, 说道,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害我? 说出到底是谁? 因为什么? 我可以放过你。 水泉明看了一眼行语, 但莫得说道, 幻影宗, 新年宗, 白玉天相宗, 玉剑圣帝, 森罗圣帝, 天书阁联合要害你。 或者说, 十圣八宗七星阁都想要杀掉你。 至于为什么? 我不清楚。 我不求你放过我。 赐我一死就好。 活着? 没意思。 行语看了一眼水泉山, 暗自摇头。 行语见过太多这种事情, 因此, 当听闻水泉山直接指认自己的父亲, 水泉明这个神情, 行语就知道, 到底谁是主谋。 不过行语不愿意, 让水泉明死得这么绝望。 虽然他可恨, 可是他作为父亲这一职责, 绝对称职。 行语没有做过父亲, 可是却想要一个父亲。 父亲, 不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 可否看到, 孩儿如今已经崛起? 行语想起了行天风, 嘴角一掀, 有些想念。 自从当日狂刀宗一别, 时隔多年未见, 本以为百朝争霸时会见。 不曾想, 百朝争霸开启还要好多年。 摇摇头, 行语看向水泉明说道, 好, 如你所愿, 你所期望的, 我会帮你完成。 只不过, 他若要再害我, 我将定斩不饶。 水泉明一愣, 旋即对着行语表示感谢。 水盾河当即手一挥, 瞬间将水泉明轰碎成血沫。 然而没有人看到水泉明死的时候, 嘴角依旧擒着一抹笑容。 有苦涩, 有无奈。 当水泉明死后, 行语看向水利山, 弹幕地说道, 我的话你听懂了。 水利山当即点头, 滚。 行语一声力喝, 瞬间让水利山心神一惊, 当即快速离开此地。 当水利山离开, 行语轻松一口气, 转头看向了新书衡, 笑眯眯地说道, 那个, 书衡兄啊。 过来。 新书衡眼瞳紧缩, 刚要动, 忽然向凯化抬手按在了新书衡肩膀。 眼眸冰冷地说道, 你没听到? 新书衡刚要答应, 忽然向凯化手一挥, 直接将新书衡扔到了行语面前, 扑通一声, 摔了个狗吃屎。 新书衡暗自大怒, 向凯化竟然使用暗镜, 让他都来不及站好。 刚要起身, 行语一脚踩到了新书衡的肩膀, 低头说道, 你说, 怎么死好呢? 第960章, 阴险。 第5个, 新书衡面色一僵, 当即侧着头看向行语, 脸庞上, 艰难地挤出一抹笑容, 说道, 其实这是个误会。 误会? 说说看, 杀我的女人, 也算是误会, 我还真是有些好奇呢。 行语眼眸一领, 闪过一抹实质化的杀意, 那股恐怖杀意释放, 让在场的人全部一惊。 好恐怖的杀意, 这, 这是杀到吗? 很多人看向行语, 都是心神忌惮的暗自说道。 新书衡感觉自己犹如掉入酒忧冰窟, 忍不住打个寒蝉。 当即新书衡对着行语忌惮地说道, 其实一切都是新颜宗上层的决定, 我只是负责行事。 其他一概不知啊, 我也不想得罪行语兄啊。 只是, 失命难违啊。 没有你新颜宗任何人在的时候, 你依旧要动手格杀我等, 也是失命难违。 一道怒斥声传出, 下一刻, 行音音青红黑龙出现。 行音音一脚狠狠地踩到了新书衡脑袋上, 让新书衡整个埋入到了地上, 头破血流。 盈盈! 行语顿时一喜, 一把紧紧抱住了行音音。 行语真的是担心坏了, 没想到, 他们倒是自己出来了。 行音音也紧紧抱住了行语, 轻柔地说道, 与哥哥没事就好。 行语点了点头, 松开行音音, 低头看向新书衡说道, 你想怎么整治他? 一剑杀掉就是。 跟这样的人扎多浪费, 一息时间都是在侮辱自己。 行音音眼眸一寒, 空间雷电奔腾, 直接化为万剑, 将新书衡瞬间射成头子, 化为血肉散落一地。 当新书衡死亡后, 行语询问道, 你们不是被囚禁了吗? 怎么会过来? 这要多亏了水尊者呀。 叶雪柔眼眸瞥了一眼水顿河, 让他吓得差点下意识后退。 行语看向水顿河, 笑道, 是吗? 那要多感谢你, 求困了我女人和朋友, 然后又放了呢。 水顿河差点吓死, 当即诚惶诚恐地说道, 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啊, 都是水全民那个该死的家伙做的。 我在知道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通知人放了他们了。 行语哼一声, 冷冷地扫尸了一眼水顿河三人, 吓得三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 行语见此, 揉了揉鼻子, 看了一眼叶雪柔, 悄无声息传音道, 调教得不错呀。 叶雪柔撑了一眼行语, 娇哼一声。 这时, 布藤河带着人走了过来, 对着行语恭敬的恭声。 行语笑了笑, 看了一眼中云飞翼旁的布藤河说道, 你就是布藤河吧? 是, 我听说我兄弟被欺负, 云飞帮忙, 你却还拦着? 此事是真是假。 行语嘴角一掀, 似笑非笑地说道, 布藤河顿时心意惊, 当即笑着说道, 都是谣传, 我怎么会不帮忙? 不说其他, 我可是钟云飞的师尊呢。 行语冷笑一声, 悄无声息传音道, 我给你留几分薄面, 希望你日后能如你所言。 否则, 哼哼, 谢谢。 布藤河擦了擦额头的汗, 有些畏惧。 他可不想被叶雪柔揍一顿, 还是对行语好一点吧。 行语见此, 转头看向了叶雪柔, 叶雪柔说道, 我联系了分身, 得知黑龙殿和石灵教将在一个时辰后赶到。 行语一惊, 好快啊。 至于修罗殿, 应该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们现在, 叶雪柔没有继续说, 而是将决定权交给了行语。 行语转头看向了行音音, 说道, 顾浮成呢? 行音音摇摇头道, 不知道,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 行语眼眸一寒, 当即看向水顿河, 水顿河顿时一慌, 当即说道, 我立刻让分身去查。 说完, 当即一年控制身在水尊族的分身, 下令所有人去搜索。 可是一刻钟后, 水顿河脸一白。 行语眼眸一领, 淡默地说道, 如何呀? 那个, 那个。 水顿河苦笑一声, 道, 没找到。 没找到。 行语语气十分阴冷, 顾浮成不远万里随自己而来, 虽然惹了不少麻烦, 可是他并没有什么坏心眼, 为人也十分让行语喜欢, 现如今竟然找不到了。 不仅他找不到了, 就连水泉民那个傻儿子也找不到了。 水顿河苦笑一声, 内心中早已经将水泉民水立山, 骂了祖宗十八代。 这特么不是要害死自己吗? 我告诉你, 如果顾浮成出事, 我让你整个水尊族所有人陪葬。 听到行语这森冷无情的话, 水顿河顿时眼瞳紧缩, 充满了忌惮。 这王八蛋真狠啊。 为了一个女人, 分分钟灭他们一族。 行语冷哼一声, 不去看水顿河, 他可不管水尊族怎么样, 他也不是悲天敏人的救世主。 顾浮成出事, 他一定会拿水尊族祭奠。 而刚要想办法寻找顾浮成, 忽然一道淡笑声从天穷之上缓缓传下。 想要顾浮成活着吗? 自己一个人来修罗殿。 我在这里等你。 其他人, 包括这位极限尊主, 胆敢登陵修罗殿, 我将杀掉顾浮成。 塞恩特? 众人一惊, 抬头看, 可却空无一物。 行语冷哼一声, 冰冷地说道。 好, 我答应你。 但顾浮成出任何事, 我宰了你。 说完, 众人一惊, 行应应, 叶雪柔, 钟云飞近乎同时说道, 雨哥哥, 小雨, 你不能去。 其他人也是当即看向行语, 制止行语前去。 如果行语这个时候, 一个人去修罗殿, 那绝对是死定了。 谁不知道, 现在行语是真正的第一人。 叶雪柔虽然最强, 可是一切都听从行语的。 如果行语出事, 一切都将成为未知数。 行语有些感动, 对着几人笑了笑, 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别担心。 说完, 行语悄无声息地给叶雪柔传音道, 塞恩特应该可以看到这里的情况, 你有没有办法, 让他看不到? 有。 叶雪柔说完, 意念一动, 只见方圆万里的空间都如水波般荡漾层层涟漪, 旋即叶雪柔轻松一口气, 道, 好了。 那好, 我教你个办法。 行语对着叶雪柔眨了眨眼睛, 随后叶雪柔释放一层石色霞光笼罩两人。 什么办法? 你掌控的十种力量中, 有金木水火图五行之力吧? 是。 那好, 我教你一个法门, 有了它, 我可以活下来, 还可以就顾伏城出来。 什么? 乾坤转换。 感谢观看